今天很高興請到吳冠老師 因為其實他已經在下面做了很多字 在那邊聽啊 然後就想說什麼時候可以讓他上來 來好好跟你們分享一下 然後後來看他的文章 今天其實非常開心 就是說其實他把我 我也拜託他 把他的一些著作的集結 在部落格集結成書的書 把他拿出來 通常我們不會做置物性傾銷 就是說只是說這個是參考熟夢 所以大家不這樣也要 那裡面有很多很好的故事 所以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開始就是希望他可以跟我們講說 在這個他從新聞開始變成歷史的史料 或變成歷史事件之後 我們再重新再去看當時新聞跟反映 那個落差會有多大 所以他會一個一個的故事介紹給我們 那當然中間我會隨時去問他一些細節的問題 如果他講太快 就趕快要把這東西 我會適時的去制止他拉出來 那我們今天這裡會分兩個部分 第一 前半部是有關老師來講 差不多40分鐘 那後半部呢 就由大家來問問題 然後問問題的時候 然後我們今天因為咖啡館 讓我們可以使用這個場地 一直到明天早上都可以 反正他就把鑰匙給我們了 所以九點半以後 大家就可以歡迎大家 繼續留在這裡吃吃喝喝 或有一些志工自己帶吃的喝的來這邊 那我們就好好度一個愉快的做午的晚上 那我們現在先熱烈掌聲 歡迎蕙老闆 可以坐著講嗎 站著講 大家看不到你 哦 這樣子 好 等一下 我可以坐著講 來 哎呀 不不不不 講這樣會摔一下 好 謝謝大家 真的是 沒有想到我變成那個 他們說我是死的 直立派的講員 所以才有這麼多人 可是我覺得很不公平 其實我跟青凱明明就是 明明就是偶像派的 就是 我們是 我想我們是整武的偶像 欸欸欸 好像那邊有什麼聲音 對 那那個 我 我是那個整武的 整武的金城武 那他就是整武的劉德華 糟糟那邊好像有點聲音 有人說好像金城武比較 我比金城武帥 對 大家不用再講實話 對 哈哈哈哈 這樣對金城武 不要不好意思 好 所以我想今天 我想這樣 今天因為 只有四十分鐘 所以說我今天就是不用 我今天就不用還燈片 不用那個投影機 因為這個 免得燈一關 大家就那個 我就是今天 就是 我跟青凱兩個人 跟大家PK 跟大家PK 如果這個台下有人萬一睡著了 那抱歉啦 不是金城武不夠帥 那個請 請灌流德華 好 那那個 簡單 好 那我想就 不多浪費時間 我們趕快去進入正規 我想今天我們這個題目 不是我訂的 這個題目呢 是那個 這個獨媒他們訂的 他們講 他們 他們這裡 就是訂下來講 都是叫做新聞考古學 然後我想先 我想新聞這個 在座已經很多 很多新聞系的 我就不 不多講什麼叫新聞 那當然有人認為 新聞是製造業 有人認為它是傳播業 這個沒有關係 這個從 大家從各種不同角度去分析 可是我必須要從 考古學這兩個來講 我自己是 我本來是念公共衛生科的 然後我 然後後來我唸中文 大唸中文 然後後來我唸主辦 然後就是這樣 轉來轉去 那其實我跟那個新聞 跟考古學 都沒有任何的關係 那可是 我寫作的題目 很多人就認為講說 它我訂位成 就是所謂的考古學 那個 其實 其實那個 過去台大 各位都知道 台大以過去 有一個學習 叫做考古學習 那大概都是 每次都是 幾乎都是最後 最後就是 那個綁後面 那後來當然 就是為了 為了那個 就是根明 就是想說 大家都知道 就是想說 那個什麼 反正農學系 他們就會去改 什麼生命科學 什麼的 每個人都是 那樣子 像我公司的印刷廠 他叫什麼印刷廠 他叫什麼大象印刷廠 他說奇怪 我那個廣告登了 一個月都沒有一個人來應徵 後來我就講說 你這什麼廣告 我給他改了 我給他改了八個字 裡面的人都叫做什麼 平面視覺傳達科技 馬上就跟大家來 多年前就來應徵了 大家就想說 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說 大家都很流行改名 所以考古這個東西 他現在已經改名叫做人類學史 改名叫人類學系 那我跟各位講 就講說人類學 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學科 其實歷史 本身並不重要 因為歷史 歷史 老實講 就是各說各話 但是那個考古學 但是跟他這樣講 人類學才是真正 我自己其實在寫這些 寫 把這些過去的這些新聞 實際上把它分析起來 我的重點就是希望大家 能夠通過這些新聞 去看到歷史 但是你看到歷史以後 並不是去批判 就講說 所以我是藍 我是綠 或是 我是有錢 我是沒錢 我是什麼 我是外神 我是本神 不是要你去分這件事情 而是要你要去看到這個 後面 每一個行為的後面 有一個文化的 那個文化的背景 到底是什麼 我自己讀到專四那一年 我遇到一個老師 這個老師是教我 教我衛生教育學的 他指定我一本 很小的策子 那個叫做李毅元老師 寫的那個叫做文化儀行為 這個書到現在都還有那樣 當時是商務出版社出的 那個很小的開闊 那裡面在介紹的 就是那個美國人類學者 那個米德 他在那個 等於就是他到了南太平洋 這個地方 去調查這些人 這些原始民 是不是 那當然大家對人類學 有點概念的 大家都知道 就講說 後來米德的很多說法 都被很多人推翻 大家認為講說 米德並不懂當地的 並不了解當地的文化 也不懂當地的語言 甚至他住在 他是其實住在一個 美軍的基地裡面 所以說他的觀察什麼 某種程度是充滿了一定的想像 可是他確實改變了 可是他的這個 這個學術的影響 確實改變了美國整個社會 基本上就是講說我們對於那個女性 其實就是講說很多女性 什麼看 這個女性主義 確實是透過這個米德 他的研究 是其他就是講說 有那個啟蒙 那時間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多說 大家回去查這些資料 就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在講說 這個考古學重點 他不是 如果今天你是想要研究什麼 伊加納瓊斯或是怎樣 那我就講說 你回家看吳丹爐就好了 那個吳丹爐跟那個秦老闆 每天他們那個就叫考古 他每天他來請估價 然後另外一個什麼什麼多少價錢 大家去看那個就好 那我相信大家既然專程來到這裡 我們要知道的絕對不是那個 絕對不是請估價 不是去看那個 不是去看那個東西多少價錢 就是我們要去看的是 背後的那個行為到底是 背後的行為到底是誰 那我今天因為那個 我先簡單講一下 像我是工衛科 工衛科畢業的 最近最夯的 最夯的事情是什麼事情 史達恩的事情 那我請問 請問這個油 我去想說 用這個搜油去回收 然後再製成油 看起來好像是很 很惡辭的事情 那好像現在聽起來 好像大家到處往都是油 我請問各位 你怕不怕 請問這位真人你怕不怕這個人 你聽到這個人 你覺得你會怕嗎 不是 我說如果這個人 你知道搜水有什麼東西 你會怕嗎 像每天你如果看到新聞媒體 像成天雷錄的這樣 這樣的報道 而且看清點去報導 他應該還會在報 大概在一個月 在一個月 大概大家也看不到別的新聞 大概都在探討這個新聞 我請問一下你會不會怕 蠻怕的 蠻怕的 還是有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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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不多就是 對 因為他們不吃那個油 他們跟薑葉花一樣 吃的是那個 金狗油 你家吃的油 大概都是一定都一直看那個 外面一看 沒有GMP 沒有什麼 這個很安全對不對 這個沒有證明的位置 所以很安全 你是這樣界定的 好不好 各位好 我跟各位講 我剛才在那個會前 是在吃飯的時候 我跟那個秦凱就在那邊 我跟秦凱差七歲 可是我跟你講我不怕 我不怕 他跟我就比較不太經驗 那個經驗不太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他小的時候 因為我們兩個人 雖然在同一個時代 可是那個環境就不太一樣 他那個年代 他從一出生 冰箱就已經 這個東西就已經 在他們家裡出現了 就是這樣一個東西 那我跟各位講 我到十歲之前 我們家是沒有冰箱的 那這個 我跟你講 你有沒有看過冰箱 跟你有沒有看過電視 你有沒有看過電腦 這個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這個東西如果 本來就是在你家裡出現 你從小就看這個東西在那裡 你不會覺得 你不會去想像到 另外一個生活 我跟你講沒有冰箱的時代 請問人類是怎麼生活的 我告訴各位 我們那時候就是吃完一個東西 完了以後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 我們家裡會有一種 會有一種家具 叫做菜具 這個也許是用竹子做的 也許是用木頭做的 大家肯定有人也有見過 鄉下可能 有些人也有見過 或是你回頭 看到你阿公阿嬤家裡 可能他會看到這樣的東西 他有一個門 有一個拉門 上面有一個沙櫥 你吃過完了 你就把它放進去 其實那個像那樣的東西 就是這樣 他吃我們講大一點的老鼠 可以進去 小一點的蟑螂 更是可以進去 所以放進裡面 就是求一個安心而已 所以說這個東西 第二天再拿出來吃 我跟你講 在台灣這個氣候 第二天拿出來 都有一點stow的味道 所以我們這個年紀人 如果聞到那個stow的味道 其實我們沒有那麼害怕 但是因為你們下一代 更下一代的人 就是當你冰箱 完全一開始就進入到你家 你從來就不接觸到 你從來就不會聞到那個味道的時候 我跟你講你一聞到那個味道 你會怕 你聽到stow這個字就會很害怕 但我們小時候 其實我們像我們小時候 像好像講 我們現在辦一個什麼 那個 就是想說好像這個流水席啊什麼 我們現在把那個走道都攻起來 把那個把路都攻起來 就辦那個喜事 完了以後怎麼樣 就把東西這樣倒倒倒倒倒倒倒成一桶 然後熱一熱 然後再燜成每一桶 然後最後再每一家燜了一點 對不對 那個大家可能都有吃過這種菜品 什麼東西 其實大家也都這樣在吃啊 那所以我們對那個stow味 就是我這個年紀人 對那個stow味那件事情 不是那麼 就是不會那麼害怕 但是你要知道 那為了 因為要對放那個stow味 所以我們用什麼方式呢 他們就會用大量的辣椒 蔥 蒜 韭菜 或者什麼咖哩 什麼豆蔻 各式各樣 其實我跟你講亞洲各民主 甚至歐洲 到處都就是流行那種香料 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你知道那個stow的味道 是沒有辦法很難 很難喝嘛 那最後就是另外一個辦法 就是用壓的把它整個這個壓住 但是你知道一旦冰箱出來 而且它流行了以後 大概就不會再 就不會再有那個東西了 所以你會聽到stow這個字 你就會很害怕 為什麼 那另外一個就是講 其實還是有一個經驗 其實還是有一個經驗 因為我們有聞到那個垃圾車過去的味道 對 垃圾車也一樣 對 好 來 那我現在就要來講宋樂無這個事情 各位 全世界 你們講到這個 我們一講到黑道 大家想到就講 你看這個新聞上面 他講黑道 第一個你想到的是什麼 毒 毒 色情 這是這些東西 但是我跟你講 這些東西都 除了這裡外 有幾個行業在世界各國都是黑道 什麼樣的行業呢 那個 那個 來 序幕業 那個 運輸業 殯葬業 圖載業 那大家可能會認為講 大家可能不太懂說 怎麼會有 那個運輸業為什麼會是 運輸業為什麼會是流氓 因為 你看那個卡車司機 他開車 對不對 他就大車比你小車 你看那個計程車 他就在比你 你出去外面 你聽到那種企業駕駛 你會覺得很害怕 會覺得 他說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我跟各位講 早期 就講說 我們這個社會 各位英文大家都有聽過一個 是叫 一個叫 Downtown 就是 下面的 那你會覺得這樣 奇怪 Downtown這個地方為什麼比較熱鬧 為什麼人比較多 為什麼會這個 我會 要跟各位分析 就講說 你知道有錢人 像連勝我們 他出來地堡 他外面可以回錢 他這個地堡裡面 不會有stave in heaven 不會有什麼超市 他要出來買東西 他從外面走出來 到外面來買東西 然後到晚上 他就進來 就門關起來 但是 如果你家裡 那 那 Downtown是一個什麼呢 就是 我們今天養著牛 養著什麼 我們就要拿到市集上來賣 那我們在這裡賣 那 有錢人 他還是要吃東西啊 他也會來這裡買 但是他到晚上 他就回去 人關起來 他不會跟外面隔絕 那我們這個窮人怎麼辦 我們就知道跟這些牲畜 跟什麼這些 他也繼續的和在一起 所以這個Downtown 什麼裡面 他有夜生活 有什麼 那這個Downtown 裡面 就沒有什麼夜生活 怎樣 基本上 在人類社會裡面 就是控制 因為你知道 從前人最怕什麼事情 最怕傳染病 因為我不知道那個病 到底是什麼來的 讀過聖經人 可能知道 他們就原目民主 把一個 懷疑一個人有病 把他趕到沙漠 趕到營外 然後想說觀察七天 因為怎麼樣 你手上有幾個 也許是白血 也許是麻功 是麻功 很嚴重 無藥可吃 可是如果是白血 幾天以後就好 那怎麼辦 就放到外面去觀察幾天 但是觀察幾天 那幾天你放到外面 也許就被野獸吃掉 也許就被死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他們人類社會 對於這個 就是他們 就生活的經驗來講 我不知道那個疾病 是什麼發生的 其實你到現在 你也不知道SARS 你現在 現在那個非洲 這些什麼傳染病 你看到這個艾滋病 有些病 其實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那個疾病 的疾轉是什麼 可是有一件事情 我們大師可以觀察到 經常接觸那些牲畜的 就很容易 就很容易得重的病 那好 所以他們怎麼樣 把這些職業 切割開了 於是我們會這樣 就是 就會有怎樣 就是屠宰業 那屠宰業因為他殺死 你知道很容易接觸到吸菌 這個大家可以理解 冰葬業大家也可以理解 就是那些接觸屍體 那個有屍體 或什麼 那可能運輸業 大家就不太懂 為什麼會這樣 那我跟各位講 因為早期就是要嘛是牛車隊 要嘛是馬車隊 對不對 就是遠的用馬 是遠的用牛嘛 對不對 那這些牛馬 你長期跟那個牛馬接觸的 那這個運輸業 其實它跟生畜在一起 基本上 這個也是 就是不入牛的行業 反正跟生畜有關 我們必須要使用到生畜的動力 但是我們又不願意跟它在一起 所以我們隔絕一部分人去做這些事情 這個基本上 這個東西就跟黑道 所以這些東西 為什麼會跟黑道那麼接近 其實台灣那個遊覽車 各位可能不知道 你如果住於林住所的 大概就知道有弄什麼 那個名字我就不提交 你到那個遊覽車 你坐那個遊覽車 它下了車油 它一個鄉鎮一個鄉鎮去到 然後到處把那個人 然後每一站每站 把那個人接上來 其實每一站都是不同的老闆 不同的他跑在負責 在負責這個事情 在屏東什麼 大家 大家都都有那樣的感覺 所以我跟你講 你這個 基本上你那個遊覽車 如果是那個一站一站 那個遊覽車下去 如果是這樣一站一站 這樣跑的那個地方 基本上那些地方 那幾個屏東啊 雲嶺啊 那幾個地方 那黑道似义都是相對 黑道似义相對比較強 為什麼 這個其實那 同樣的 你看中國古代也是一樣 那個什麼青幫 紅幫什麼 基本上他們 紅門什麼 青幫什麼 它負責什麼 草運負責什麼 那基本上其實那個馬幫什麼 我不知道 就講 這種運輸業什麼 它要在外面跑的什麼 它這個跟屍住在一起 基本上 這個都某種程度 有一點黑道成分 當然因為 這個工具的改變以後 我們今天大概 大概很難去想像 所以 我現在在講 所以你現在去講這些東西 就是現在這個主宰業 用電 用電去攢 對不對 那你開車什麼 是用機械在發動 什麼的就是 你已經比較 你比較難去想像 它當初跟黑道什麼 淵源 可是你用回到 用歷史去看這個事情 你就 那你要用人類學 去看這個事情的話 你就很清楚的 就要講說 這些行業為什麼會 這些行業 為什麼會跟黑道似义 那回頭 我們講這個搜油 這個東西 各位搜 那個 這個 這個落障德國教 你就講說 如果你們把那個備油 什麼東西 通通都要拿去搜水 你要把它當垃圾處理掉 我個人都會講 今天你們那個垃圾 帶一個多少錢 請問對不對 我們台北市那樣一個 那個最小的垃圾 大概三塊 或多少 如果今天你把所有的垃圾 通通都要處理 通通都要把它處理掉 你要把它倒在那個袋子裡 請問那個袋子 要多少錢 對不對 如果這個東西 真的都要當垃圾回收 那個費用報告不得了 但是 實際上 請問你開過餐廳 任何一個餐廳 開小吃店 請問你那個收水是怎麼處理 都是賣掉 有人來收 收還要拿錢 那為什麼呢 這東西同樣的 就是 其實所有的新聞 都會告訴你 講說 為什麼這東西同時 它其實 弄成它是一種垃圾 它如果是垃圾 它規環保署管 那它如果是資源什麼東西 它是生產出來的東西 它如果能變成油什麼 它可以做一個農業什麼 或是經濟部什麼 規這個單位管 那實際上這個東西 會變成散布管 變成紙 有人去檢舉 會理過幹嘛 各位不要想到 直接想到 這是包屁姿勢的東西 沒有錯 這裡面一定都有 這個跟那個賭博 跟設計是怎麼樣 對沒錯 那個什麼夜店開在那裡 一定有包屁 一定有什麼 可是你要知道 它是某種生態 它是一種生態業務 因為有夜店 所以有黑白兩道 要去插持 要去做這些事情 同樣的我跟各位講 就是講 我們回到這個 講那個食安問題的時候 就講到這個 油這個東西 所以我跟你講 其實後面還有一個更大的 更大的那個炸帶在那裡 就講到其實我們這些 動物的死 這些豬啊羊啊 豬啊牛啊 什麼死的 請問到底雞啊什麼死的 以後到底在哪裡 它到底到化脂場 拜託啊 台灣哪裡 台灣哪裡 台灣哪裡需要 台灣哪裡需要這種 有機的肥料或幹嘛 對不對 那無機的肥料那麼便宜 那它製造這東西要賣到哪裡去 要幹嘛 它收取以後 絕對不可能做這些事 那我要討論一下 在台灣這樣一個生態環境下 任何一個就是 一個合法的事業 其實裡面一定都有不合法的 那邊有日春的那個代表 其實他們大概就知道 過去我們只要有公倉 任何一家公倉都是合法一宴的 但是每一家的公倉裡面 一定都有不合法的技術 簡單講 就是講說我現在給那個 給那個技術部有一張大台 這張是你店的執照 那給每一個職業的那個女性 就是說我自願要從商 我手上也有一張小的執照 我跟你講 任何這張大的執照 店裡面一定都有一些小的 都有一些背靶的裡面 在裡面 所以我們國家 我們曾經為了要整頓遊覽車師 整頓遊覽車 在蔣經國時代就曾經整頓過 然後曾經有一度是怎樣 把所有的遊覽車 通通收進來然後變成台企 最後台企讓它爆發 反正墓局很賺錢 收了一大堆這些爛車 因為你把這些爛車收了以後 這些 這些 請問這些公司 這些野機車他會不會就收手 他不會收手 他繼續在用 後來到底人會實在怎麼樣呢 我們在成立一家叫做筒棉 這家公司 然後怎樣 那有了筒棉以後 會不會就沒有野機車了 後來野機車還有 後來我們講說 那沒關係 你再開放幾家 這個 又有什麼 阿羅法 又開 又開一大堆 但是開完 我請問各位 現在還有沒有野機車 還有沒有野機車 還是有野機車 那我跟你講 你知道 就是講說 我剛才講的一個生態 就是講說 你不管怎麼合法 它背後就是要有一些 非法的東西在後面 它後面就是有一些 非法的東西在後面 所以 簡單講 這個制圓的 它一定要吃非法的油 它一定會吃一些奇怪怪的油 這畫質場 它一定會有一些奇怪怪的那些畫質 所以 那這個是一個生物鏈 但是因為我們聽到都覺得 這個東西很噁心 這個東西怎麼可以拿來 怎麼可以拿來給人吃 但是 問題是我跟你講 第一個 如果沒有這些東西 這個價錢馬上要提高 高到一個什麼樣的 就是 會高到一個你想像不到的地步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大概 大概政府在處理這個畫質場 它已經沒有辦法 像前面那個東西 前面的東西也許 也許可以趁機 就是想說 給那個超級紅點來開 給他一點什麼 然後你想到 你不會想到那個後座力大到 後座力大到不得了 因為我們人的那個恐怖子 我可以拿來做過一兩次這個事情以後 以後大概沒有人敢再去 敢再去接這種 再去接這個事情 因為這就是一個生物 這就是一個生物 因為 你這樣 那 那我站在我風味的 學風味的角度來講 各位那怎麼辦呢 給各位一個建議 就是講說 大家就吃便宜一點的油 我跟你講便宜的油 就沒有人要做假的 沙拉油 大概沒有人再去參假的 如果要參假 你基本上要先用沙拉油去 就是你要去做那個甘蘭油 你要做那種高貴的油 一定是用低價去混高價 我跟你講 自古以來賣油就是這樣一個行業 我們那個中文系 那個讀中文系 我們重新有一個小說 叫金谷奇觀 裡面有一篇小說 有一篇叫做 賣油狼肚扇花腿 裡面就講到那個賣油啊 在古代他就是到那個油絲 這樣參來參去 這樣在賣的 從古代就是 這個自古至今 就一直都是這樣一個 都是這樣一個事情 好 所以我跟各位講 你去看一個新聞什麼 當你看到有黑道啊 看到什麼時候 其實你不要 就是你的正義感什麼 不必太早出來 你可能就要多麼一樣 你要去仔細去探討 究竟這個生態環境 就想說 因為你要知道 在世界各國 它面對這樣 就是一定都有 都不同樣的問題嘛 這個 這樣子 這樣生產出來的備物 它到底要怎麼去消化掉 一個都市 要怎樣去消化 這種下水道 這些什麼 你沒有辦法去做 那當然也許有一個辦法 就像聖基妹講的 就想到 那像那個什麼 亞伯拉 那個神呼召他 離開他 離開這個 不要離開過 這所多馬爾多 這個叫罪惡之城 只要是城市 就是人去這些地方 就是罪惡 你就把它偷偷離開 就是永遠維持 那個游牧民族的生活 但是沒有辦法 你知道 就是沒幾年以後 沒幾年以後又回去 到最後摩西好 屬性 帶所有人出埃及 兩百萬人出埃及 出埃及 出埃及以後怎麼樣呢 出埃及的時候 有人在罵 說 從今天我們在埃及 多好 有那個什麼蔥扇韭菜 或什麼 你吃過那個東西的人 你吃過那個東西的人 那個味道在你裡面 是忘不掉的啊 你就是 那怎麼辦呢 只好等到新一代的 那個猶太人起來 再也沒吃過這個東西了 他就沒有 他就沒那個感 他就不會 那個東西就不會 就不會在你那個 腦筋裡面了 好 我剛才在講了太多這種詩的問題 那好 我簡單就講說 其實我們從這樣一個 從 我們就是看新聞 我們現在就講說 我們現在所謂的新聞 好好去講 就是我們一個重點就是講 我剛才在講的就是 要 其實要了解那個人類的文化 背後的那個行為 那個背景 我們知道1949年 對人類社會來講 對台灣社會來講 是一個很重大改變 各位 人類意識上 從來沒有這種事情 150萬人移民到一個 600萬人的那個地方 而且這是一個公地的 當然你跟我講說 阿摩西出埃及什麼 我跟你講摩西出埃及 那不一樣 因為 摩西 因為猶太人 他們本來就是一個 勇武民族 勇武民族本來就是 分很多 分很多支派 聖經元講他有12個支派 他本來就是 他本來就是 其實分得很細 這樣子 他是層層管理這樣下去 他不是烏合之眾 那所以他離開埃及的時候 他離開埃及 是到一個曠野 基本上 他不會影響那個什麼 可是你知道 人類社會裡面講 一百五十萬人 突然移到一個 六百萬人的那個 而且我跟你講 其實不只一百五十萬 因為為什麼我這樣講的 其實後來 那個 我們跟你講 韓戰爆發 一萬三千個 一下來一萬三千個 然後跟你講 大城 一下來幾萬個 那個什麼 富國島 一下來幾萬個 然後香港 掉經理 一下來幾萬個 那一來就是幾萬 一來就是幾萬 你本來一百五十萬 就已經嚇到 就已經很嚇人了 然後如果你翻看這個報紙 一看就不得了 那一來就幾萬 一來幾萬 但你看起來都是很高興 大家萬民都到基隆港去迎接 或幹嘛 可是你想想看這個社會 我們今天社會 我們現在兩千萬人口 這個裡面 我們大概有五十萬的外勞 我們這個社會 對於外勞的 那種恐懼 那種什麼東西 當你任何想到 半罪新聞 想到什麼 你直覺 你直覺會去想到 那些事情 那 請問 你回過頭來去想到 當時那個社會 那是一個 那是一個多恐怖的社會 可是問題是 問題是因為 當時因為高壓了統治 當然也有一部分是 因為吃台灣人 因為受日式時代 他可能本部教育什麼 他們也怕共產黨 最後就是幾個這個因素 這樣參加起來 所以 大家就勉強 大家就共同活了 又這樣活到今天 所以這個 我覺得 如果你用從人類學的角度 去看這個事情 就覺得這樣 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研究 那當然 很多台海的朋友 可能就會很 很不認同我的講法 他可能就會認為講 這個什麼 那就是殖民統治 就怎樣 我說跟人家講說 這殖民統治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城市 那個 荷蘭統治台灣 它叫殖民統治 但是問題是 荷蘭其實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東印度公司 這個公司裡面 其實裡面的人 像最有名的奎依 就是這樣 最後這任總督 抱歉它不是荷蘭人 它是瑞典人 然後它底下那個人 底下那些兵 什麼的 有黑人 有什麼人 一大堆 也是四處招募 也是四處招募來的 它底下這些清理人 也不見得都是荷蘭人 到處什麼 哪一國人 其實都有 其實基本上 它就是一個利益 它就是一個利的 它是用利益來統治 那到了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時候 當然是比較有一點不同的 日本人大量就能 日本人統治台灣 那不到30年 它就設大學 那個印度 那個英國統治 印度300年 都還沒有設大學 和那個東印度公司 統治那個巴拉威亞 統治那個 統治那個 就是 印尼的澡八島 400年 都沒有設大學 那日本人來沒多久 就設大學 日本人是有心 要統治這個台灣 可是基本上 你知道日本 日本調來台灣的這些人 基本上都是九州什麼東西 它本身跟那個 就是如果你是東京人 你也歧視九州的人 所以這些人來到 琉球人 含那個朝鮮人 他們來到 來到台灣 所以這個在台灣的日本人 其實它這個 就是然後基本上 而且它有一個母國在那裡 就是相對它母國的那個基礎 就是我們講的 這個字大家 字眼大家不喜歡聽 但是 丟不得不講 那真的是個內地 因為對他們來講 這個殖民者來講 它的外面 那個後面有一個比較大的 相對大的人口多的事情 雖然他不在你台灣 但是真的要出了什麼事 他真的要打你的時候 他動員起來 他的人還是比你多 那可是你要知道 1949年這個移民 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一件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那個來的是流亡 來的是一個 基本上是一個流亡 是一個流亡政權 這裡面的人 有很高的 就是那個中央政府 那是過去政府中央 我跟各位講 如果台灣是在被日人統治 基本上台灣就是大約跟琉球一樣 那樣一個想法 他可能連一個蓋個國際機場 他都覺得沒有必要 他也不會去蓋高速公路 他也不要去蓋什麼 更不會去蓋捷運啊 高鐵什麼這樣的東西 因為那個 因為你從中央的角度去看台灣 你看台灣這樣一個島 就覺得那個 就像中國大陸不會神經病 在海南島去蓋捷運吧 不會在海南島蓋高鐵吧 對不對 你要蓋行不行 要蓋當然行 但是問題是 就他的那個 如果他從中央的角度去看 講說 如果要蓋 他大概要排到第30米到50米後面 那同樣的 其實台灣也是面臨同樣的險 就想說 那這樣一個流亡殖民的統治 到台灣就想說 突然一下也有一批 也有一些資源 但是這個 來了這批人裡面 同樣的也有 就是很下階層的人 那些都是拉 都什麼移民過來 就是 你知道那個上下 他是剛好 一拉上面跟拉下面 剛好來到台灣以後 基本上 就是什麼 台灣是工人跟農人 這裡啊 基本上是這些 然後他 等於就是國民政府 大概頂了 就是日本人 當初日本統治的那些 軍公教什麼這些東西 他把它頂住 所以在台灣為什麼 那個大臣人跟台灣人 那個衝突就會比較大 因為他把大臣移來的時候 突然大臣老的人 原來是做什麼的 他們本來就是做 他們本來就是漁民 本來就是農民 他們來到台灣以後 台灣政府 雖然給他蓋了房子 蓋了什麼東西 可是他 第一個他在台灣 他還是沒有辦法生活 到最後大臣 幾乎也都沒有在台灣 從事農業和漁業 最後他們都是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很多都是在移民 或者是在都市裡面討生 基本上他們就沒有辦法 他們就是沒有辦法 即使你政府刻意的 要替他蓋好的房子 為他維護什麼 那我們回到 所以我跟各位講 就是講 其實是一個外省 它也是一個很 很複雜的一個 很複雜的一個組合 好那我們再回到 回到我現在來講 這個講那個新聞 當時的新聞是怎樣的 基本上有幾個大的報紙 就是《中央日報》 《新生報》 什麼的 這個就是官方的報紙 那 後來呢 那個 到了1950年代 有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有兩大報的星期 一個是 一個是《真信新聞》 後來是《中國時報》 另外一個是《聯合報》 那這兩大報 後來幾乎都 幾乎它的那個銷售量子 已經超過了 已經超過《中央日報》 這兩個報紙這樣 那可是這三個報紙 基本上它都有一個 它有一個形態的 這個主旗試者 幾乎都是外省人 就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中國大陸來的這批人 他所用的記者 什麼 基本上也就是外省人 但是你也不要怪他 因為那個讀者 同樣的也是外省人 然後這個 機關 就是一般家庭 會訂報紙的很少 因為你如果是受日本教育 你其實也讀了 你讀的是日文 你看那個中文 你其實也看不下去 所以基本上 大部分他看的就是 他看的就是 那同樣的 所以你去注意看 他這個報紙 他基本上就是以一個 台北人的觀點去看這樣的 看這樣的一個新聞 然後講 他們那時候是以兇殺案作為 我們講 第一版新聞不用看 第一版要嘛是政治新聞 中央社發的 要嘛新聞社發的 你都必須照燈 一個字不能漏 漏一個字 漏一個字 可能就是政治 就有政治問題 這樣子 所以他們把所有的交點 放在哪裡 放在第三版 第二版是社論 是什麼 也都是什麼東西 然後面的話 要放什麼 分類廣告啊 放什麼 因為報紙沒有廣告也不能 所以所有的交點 所有的報紙 交戰的點在哪裡 第三版 大家搶到 誰搶到第三版 誰就紅了 高美光為什麼那麼紅 余天為什麼那麼紅 不是 因為他在隱居版裡 你看不到他 但你在社會版 你就常常看到 你在第三版 你就常常看到他 所以他就是那麼紅啊 他可以紅到 他都還紅了下去 那 我跟你講 所有的新聞 什麼東西 那這些兇殺案 什麼也是一樣 一開始我在第五版 第六版 那個就不用看 殺到第三版來了 哇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大新聞了 那這個第三版裡面 就講說 那我們在界定 那他們就像 他們不像蘋果日報什麼東西 他這個蘋果日報 是每天都報不同的新聞 那從前的報紙就是這樣 他們是追蹤一個案子 我講說 我舉個例子來講 他現在有一個案子 叫做五谷香師案 那這個江子翠崩師案 那個什麼東西 對不對 那個翠嶺路滅門案 什麼 巴德滅門 巴德鄉滅門案 他就是定一個標題 他會定一個標題 那可是 我們跟各位講 他定這個標題的時候 其實他在定這個標題的時候 就是一個台北人的觀點 那就是一個台北外省的一個觀點 那就是一個台北外省的一個觀點 就是我今天我在定 覺得五谷 哎呀這個東西我已經看不到 真的啊 那五谷是一個那個洗水區 現在你說殺一個人拿去五谷 然後丟到五谷去 你會笑死的 人家想說 你剛丟過去 人家就被人家發現了 那人已經多成什麼樣子 對不對 現在你殺人會丟到江子翠去嗎 那個地方捷律在那裡 你會去往那個地方丟嗎 可是你倒為 所以你回到新聞 你就要回到當時那個奇蹟 你就知道 他說 他為什麼會這樣 就想說 那 可是有人就會講 對啊 江子翠是一個小地方 五谷是一個鄉鎮 那 可是像那個 我們北投發生那個 翠嶺目奔屍案 不是翠嶺目滅門案 就想說 那為什麼叫翠嶺目滅門案 為什麼不叫北投滅門案 為什麼不叫什麼滅 為什麼不叫臺嶺目滅門案 因為對我們生活在台北的人來講 如果你想北投滅門案 這個太大了 也許過幾天發生北投滅 會發生一個更大的滅門案 所以他就是 如果是這樣 所以他這裡會接定一個 他在這裡訂一個名詞的時候 他就訂下來 這個叫做翠嶺目滅門案 那你說這個東西是誰訂的 或幹嘛 奇怪這個東西訂下來以後 你每一家報紙都是 你去看中國十二年報紙 大家這裡都這樣 大家第一天第二天也許有不同的 那個什麼 第一天第二天也許有不同的那個什麼 稱呼 過了幾天大概就是大事已定 你就知道就想說 那沒有辦法了 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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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就像 翻譯名詞一樣 幾天以後就知道 就知道 就是固定名詞是什麼 所以甚至就想說 終正報命案發生在屏東 內府鄉 那麼大一個案子 結果我們定位什麼 叫做 屏東 屏東代師案 因為我們 因為對台北人來講 屏東就已經是一個 那個什麼 我們實在沒有辦法了解 屏東底下 還有什麼鄉 還有什麼鎮 還有什麼東西 那這個東西就叫做 所以你回頭去 你看這些新聞什麼 你要 你要了解當時的那個 就是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心態 但這個心態 即使到今天 我跟你講都沒有 都沒有 即使過了 過了三十年五十年 直到今天 這個媒體基本上 還是這樣的一個心態 所有的SNC車 都集中在台北 對不對 所以台北 那個SNC車會給你 告訴你 啊 怎樣呢 也不要老太太突然走路 突然一下 掉到水溝裡去了 什麼樣的 為什麼 那個SNC車在馬面門口 沒事做 她的反正機器開了也開了 就這樣 啊 那邊有一對母女在吵架 啊 吵著他很激烈 我們過去看看她在幹什麼 大家就這樣 對不對 如果這個事情發生在屏東什麼 你有SNC車會 就算有人告訴你有那個案子 你也沒有辦法調那個 你也沒有辦法調記者過去啊 所以你要了解到 一件事物的大小 什麼輕重之類 它並不在於 就是你如果從新聞 你要回頭去看那個新聞的那個 回頭去看那個新聞的背後 那我今天要講的就是 簡單講就是 好 那我 我有提到 特別提到的 上捷機案這樣一件事情 19 那個 1960年代 有一個叫做神湯風難 就講說 那個故事的背景很簡單 就是講說 兩個隊伍軍人從澎湖上飛機以後 他要解釋飛機 想要飛走 結果 結果那個最後飛機墜落 那這個 這個案子剛發生的時候 因為這個背景上全部都是美國 都是美國人 那個美國人很多 基本上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背景很奇怪 這個背景是美國CIA的這個 因為那個 那個是美國CIA的一個那個背景 它怎麼講呢 它這個背景每天早上 從台北起背 然後到新竹降落 然後台中在降 然後新竹在背台中 台中在背台南 台南在背高雄 高雄在背澎湖 然後再從澎湖再背過來 再一再一再一再 像過共棄車一樣 這樣一下起來一下落 一下起一下落 所以我跟你講 坐這個背景的人 是什麼人 基本上第一個 美軍 眷屬 美軍不會坐 美軍的話他直接就坐 那個美軍的背景 還有什麼 美國跟美國CIA有關的人 那還有是什麼人呢 還有就是我們 還有就是我們台灣人 就是 反正基本上 坐這個背景有一個特點 不要錢 如果要錢 如果不錢的話 你從澎湖 就直接一步 直接就直飛台北了 不會有人去做這種神經病的飛機 這樣一起落 一起落 對 所以這個飛機 當時那個捷機子很容易就破案了 就是在澎湖有兩個軍人 堅持要做 堅持他不做那個直航的飛機 他堅持要做這個飛機 一猜就知道他大概是 大概是捷機獲票 那因為這個案子 因為上面死的都是美國人 飛機一掉下來 那個時候台灣也從來 台灣連民航機都沒聽過 更何況民航機掉下來 所以當民航機一掉下來的時候 抱歉 是怎樣的 所有人全部都尾上去了 尾上去幹嘛 救人嗎 在配笑欸 救什麼人 什麼的 馬上就上去搶東西 就是所有的那個 坐飛機的身上一定都有搶 隨便什麼都可以 隨便什麼都可以 把眼鏡什麼東西 手錶什麼 甚至連那個什麼驚訝 都給你尻下來 都要給你尻下來 都要給你尻下來 那 所以美軍呢 立刻就派人來 講說要封鎖現場 侵權幫直接就派人 那個很近嘛 美國人自己就封鎖現場 封鎖現場 封鎖現場以後 好他們都 然後那些記者什麼就來了 一看 啊 照片就照出來了 哎呀 駕駛員有槍傷 頭部有槍傷 駕駛員衣服都被撕破了 那個什麼 有打鬥的痕跡 然後那個什麼 有一把槍 還有一個那個還有一本書 書上那個什麼雷達手錶 英文的雷達手錶 裡面有一本 裡面挖成一個槍的那個形狀 就是那個槍其實是 裝在那個書裡面 這樣帶上來 但是那個年代也沒有 也沒有安檢 也沒有什麼 所以好 那當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就講說 這個報紙第一天就登出來這樣 那大家都知道 那是節期嘛 所以你看那個前三天的報紙 全部每一個都是在講節期 講什麼東西 而且甚至兇手是誰 什麼東西都已經講了清楚 那後來第三天突然一下子 欸這個政策轉向 欸 我們自由基地 好可憐 怎麼會有人 對不對 什麼人都是大家 但是都是大家節肌 要背到台灣來 怎麼有人 怎麼有台灣要背到大路去 欸 這個新聞不准登 那新聞不准登 立刻就轉向 立刻就轉向 轉向講的就是怎樣 這個航空公司啊 什麼 飛機 就是轉飛 駕駛員啊 不守規矩 沒有說那個駕駛員都不守規矩 因為那都本來被戰鬥機的人 後來 後來來改飛這個 不管是美國人也好 美國人 那個 當初本來是陳納德的那個公司 那個陳納德底下那些人 也是一樣 陳納德是誰 飛虎隊,大家去解鎖飛虎隊都知道,馬上Ruys要拍電影了 現在講太早了,沒關係,美國的飛行員也是這樣開飛機 因為他本來就是開戰鬥機的,中國也是這樣開飛機 所以現在的華航什麼也都一樣,那個什麼重墨地 或是幹什麼,華航的駕駛員都是異高人膽大 基本上他講的都沒有錯 他講說那個保養都不良,都隨便簽一簽什麼東西 對這個華航現在也都是,華航到今天也都是這個樣子 我們講報紙批評的什麼都對 比如說這個公司機械保養不好,飛機太老舊,飛行員不守規矩 一切一切都有問題,但是有一個最好的問題就是 但是問題是你捷機的新聞,你第一天就已經爆出來了 而且你那天槍的那個什麼東西,什麼東西都已經掉出來 你現在你叫那個公司講說,你叫那個美國人的公司講說 把這個東西扔下來嘛,那個老美為了要做你台灣人的生意 他可以勉強扔下來 他扔下來後你知道,他的公司後來就垮掉了,為什麼 因為後來那個保險盃就一直上升,人家講說 那你也承認這個飛機是你自己摔下來的,對不對 好,那我講的這個是神高空啊 隔多飛多久又發生,到了1978年又發生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叫做華航捷機,那個小港飛,飛香港的這個捷機案 這個故事是怎樣呢,就是想說,華航飛機要到那個從高雄飛到香港之前 突然被那個就是機械員,他們是說機械員捷機嘛 但是華航一開始就講說,是我們自己的工作人員捷機 那這個就是這個要爆出來,爆出來的話完蛋了 真的華航整個就是大地震,從總經理、總市長全部都換掉 銀行局長、交通部長、甚至什麼,所有的一系列通通都要換掉 這不得了的事情,大地震,他就出來宣布講說 這個小事啊,這是什麼一件事情呢 就是那個機械員跟那個駕駛員發生衝突 那個機上的安全人員沒有辦法去急,就只要把他殺了 他就想說,你知道就是一開始華航認為這樣是大事化 但是你知道這個消息一出來不得了,社會大眾 因為你要知道1970年代台灣這個省機什麼東西 就是已經開始有覺醒了,這個 你要知道就想說華航是一個什麼樣的單位 華航基本上它所有的那個駕駛員通通都是 都是必須是那個,它駕駛員不會那個 不會像現在長龍什麼時候找人來訓練你去當駕駛員 基本上就是軍方退下來的人 就是那個你是不是本來開戰鬥機啊,開什麼運行機什麼 你空軍或是陸軍輕航隊的下來,他就把你吸收進來當駕駛 好,那現在這個就麻煩大了 然後它裡面這些空中小姐、空中少爺 原則上以空軍眷屬優先 就是空軍而履優先,那空軍而履是怎樣?又是外省人 其實這個飛機上有一個很調味的現象 駕駛艙裡全部都外省人,客艙裡面也全部都外省人 都督只有一種是本省人,那個是什麼呢? 那個人通常都是機械人 那這個機械人通常都是什麼需要畢業的? 大概都是台北工專畢業的,高不成低不就 那如果是台大機械系畢業的,大概不會去當那個東西 那好了,那就是東搞西搞最後都變成講 這個,基本上這個行業,這個東西基本上都是台灣人 然後基本上大概都是台北工專畢業 都是怎樣 那大家心裡都知道 那就是,大家各立三頭就沒有問題 現在你突然出現這樣一個事情 發生這樣一個節績的事情 那好,第一天他就宣布這樣,就是一件小事 可是民間就想說,啊,怎麼這個樣子啊 那兩個外省人吵,那個正駕駛跟護駕駛是外省人 兩個外省人跟一個本省人吵架 然後結果那個外面一大堆本省的女生 外面一大堆那個外省人的女生 跟外省人的男生 就是空中少爺、空中小姐,來拉不住 然後就出來一個外省人的那個,那個安全員 就一槍就把他殺了 好啦,這個不得了,這個,這個比那個,這個比那個 這個比那個友人節肌喔,問題還大 因為你這個東西是揭開了台灣內部本身的問題 所以你這個消息一天,馬上就封鎖了 第二天馬上就改變了,第二天馬上就改了 哎呀,這個,這個,那個,就講說這個機械員 就是被中國,被中共,被共北收買了 他有節肌的計劃,他有什麼,他有什麼,什麼 可是你知道第一天,天天那個美聯師啊,什麼事啊 外電報道,他一開始第一天,你一天這樣報 他第一天也就這樣報出來,你第二天要修正 我跟你講,那個本國的媒體配合得很好 從來不再去提,就跟上次神光空彈一樣 再也,神光空彈是怎樣 一開始說是節肌,後來說不是節肌 現在這個空彈是,一開始說不是節肌 後來說是節肌 我們國內的媒體都配合得天意用不夠嘛 反正我們昨天報了什麼,我都通通不管 我從今天起,我就是那個什麼 那時候泰國人也通通不會懷疑,講說 你昨天明明就這樣,為什麼今天這樣報 也不用再講理由,也不用再去解釋 昨天我為什麼這樣報,或幹嘛 通通不不用講,在全台灣大家都有默契 這件事情就這樣過去 可是問題是,國外的媒體它不是這樣報 就是國外的媒體,它就一直在質疑這件事情 就一直在質疑這個事情 其實華航什麼他有點怨,他想說 這個明明就是節肌,就這麼簡單的事情 當然因為牽扯到,也牽扯到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就是講說,國外在1970年代以後 就是因為那個以色列,就是巴有分子 一直在截持以色列的飛機 那所以他們以色列,以色列就是在那個飛機上 就有設置安全源,就是有帶槍械 帶那個短的,就是那種口徑比較小的那個手槍 那可是這個,你知道,我這個飛機 因為我被截跡了,我可以透過談判啊什麼 也許可以把那個飛機要回來,甚至毫把無傷嘛 就是所有裡面的人子什麼都不會受傷 可是你飛機上如果放一個那個什麼安全源什麼 那一槍開下去,那個機艙又施壓整個飛機又掉下來 就完蛋了嘛 所以這個在國,就是這樣說,是不能設置這樣的 可是全世界只有以色列跟台灣就是堅持要設這樣的 其實中國大陸沒有設,中國大陸沒有設 中國大陸如果有設就不會有那個什麼桌障礙什麼 廢物意識什麼那種,他們沒有 所以老實說,你看到在那個年代,中國大陸都沒設 那為什麼台灣要設? 因為我們台灣認為那個被截跡,那個問題比這個還大 所以我寧可讓那個整個飛機掉下去 大家都死光了,像整罐風暗那樣子 我也要那個什麼,結果它設置 而且你知道,它不但只是 這個空派源不只是只有一組人 甚至是兩組人 那這兩組人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如果我帶一把槍上飛機 我突然看到另外一個人 他也有槍,他也有飛機 他也有槍的時候 我請問我是怎麼做? 我一定是些八次人 當然你會說,哎呀 就一共就那幾架飛機 就那幾個安全員 大家走來走去,大家都看什麼 大家應該不會有那種事 可是不一定啊,我總有菜鳥下部隊 什麼都一定有菜鳥 萬一有菜鳥的時候 萬一有菜鳥的時候,這個問題很嚴重 可是有不能去討論這些問題 我跟你講,沒有人討論這些問題 所以你去看那個新聞 你去看那個新聞報道 就會覺得非常瘋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不能再多講 我再最後講兩個最簡單的例子 一個叫做靈異 有到也有去看過那個靈異針 那個什麼東西 那個意思什麼 雖然他們講那個銅箱拆掉 我跟各位講 這個東西窮得到尾就是中國 十八代股車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人 是能不能再講 故事簡單講一下 這些沿海的人是靠什麼為生 就是有人去游 然後你自己沒七沒中的 你以為自己很會游 結果一下就溺水了 你不懂海上什麼 那這些住在海邊的人 那個年代也沒有什麼救生 也沒有什麼東西 所以沿海的人 都是靠這個為生 誰淹水呢? 就跟外面講 在外面講 來多少錢 多少錢我想去救 就是講好加錢 付的錢我才要動 不然我救回來以後 你就會反悔了 我就是一定要當場 當場一定要要那個錢 不然要簽字句 不然要代碼 就是反正就是一定要那個什麼 那這裡有一天 有一個人 掉到下面去 然後這個愚蠢的船 就想說 要不要救啊 那什麼東西 好好好 開口價錢 然後下去救 後來沒想到 這也是很倒霉 他不知道救了死幾個人 他過去救了很多人也是真的 但是 就不知道什麼 你知道 人溺水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亂抓 什麼東西 他不會 他不照牌你出牌什麼東西 你一弄就被他拖下去了 一拖下去就死了 他死了以後就 那些爆新聞什麼東西 就 這個 中國時報的記者到現場 已經 人家都已經走光了 沒有什麼 沒有辦法爆嗎 他怎麼爆呢 他就跟進去把他講成是英雄好了 結果 結果 結果他是 這個什麼東西 救了 他是為了捨身取義 啊 為了什麼東西 反正也等於是配合政策 這個故事就這樣出來 後來就立了紅色 後來就那什麼 後來在台灣 接下來又發生很多很多這樣的事 有一個人叫做李在春 大家可能知道 那還有一個唱歌 叫李雙哲 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後面那些救援都是真的 後面那些救援都沒有阿錢 後面這些都是真的捨身取義救援 但是抱歉 第一個 好像不太死 第一個好像不太死 另外有一個像中國時報有一個最有名的 就是李光輝這個事件 大家上網去看 我時間有限我就不多講 那我只跟各位講一件事 李光輝是阿美族的原住民 他只會講阿美族語 他受日本教育 他只會講日語 他根本就不會講國語 中國時報派出去的記者 沒有辦法訪問什麼東西 就自己瞎掰了一大堆故事 然後就講我在叢林 多少年 然後那個各位可以上網接受 看我那個書 什麼東西 那個書在國土什麼都還有 你去把那個圖調出來 沒有任何人去質疑 就想說 你中國時報到底這個新聞是 這個新聞到底怎麼出來的 但是這個新聞對社會有沒有 這個新聞對社會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幫助 有阿 那個捨身取義的 不是真的誰有幫助 但後來有那麼多人 有那麼多人捨身取義 我跟各位講 早期真的是這個樣子 中國有一個叫 有一個中國有一個叫內地會 有一個叫戴德森 戴德森是一個英國人 他自願來到中國傳教 他六個孩子死在中國 因為傳染病 什麼東西 因為他堅持 他跟其他傳教師不一樣 他堅持不吃 他堅持要跟中國人吃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什麼 最後 最後 然後他要穿跟中國人一樣的衣服 他不願意受到英國人的保護 就是他不願意在帝國主義上來宣教 他要做這樣的事情 那他為什麼要來到中國呢 就是因為他到中國來的第一 他本來只是一個基本的傳教師 他到了中國以後 就是發現 就是講說 原來中國人救人是要收錢的 是那個漁服什麼 我把這個 我手上就有一個竹竿在那裡 在那裡撐 各位你知道那個竹 那個竹拔上面 他是用一根竹竿插著 然後這樣往前那樣走 那有人溺水了 他在跟竹班伸出獄就救我一個人 他不伸出獄就救我一個人 可是我跟你講 他在伸出獄之前 是先去談那個價錢多少 那這個戴德森呢 因為就為了跟那個人談價錢 可是他以為外國人很有錢 但是不知道 遇到這個傳教師 是窮到 他因為不願意受英國人的時候 他實際上根本沒有錢 他跟他談價錢談了半天 最後他把他所有 全身的衣服都脫下來 給了那個漁夫 到那個漁夫講說 你去救那個人 結果把那個人救上來 都已經沒氣了 就沒有辦法 救不活了 救不活了 所以他立志在中國傳教 他堅持要當中國人 因為他覺得中國的人心 太壞壞了 不好意思 台灣其實到了1960年代 跟中國是一樣 因為人窮混到那個地步 你知道人窮到那個地步 你沒有辦法想像 你沒有辦法想像 人心怎麼會 現在你 現在你講這些東西 你講到大陸什麼 大家都在嘲笑什麼 什麼車禍現場 大家不救人 大家去搶著搬東西 你講到那什麼東西 講到什麼救人 還要先談價錢 抱歉 都1960年代 都1960年代的台灣 真實社會 這些事情在台灣 其實他就 就這個部分來講 台灣跟中國還真 還真的很像 所以我們真的不要去嘲笑 就是你如果用人類文化學 用這種文化學的行為來看的話 其實這個東西都是很正常性 那好啦 我想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 故事先講到這裡 我想就是 我們多交換一下 抱歉 然後意由未盡 我剛剛在想說 等一下 可能要先問一下一個問題 以前 等一下郭老師功能 說一下 就說 因為他自己寫了這麼多書 從他在做媒體事 就看出來說 這個新聞是假新聞 這個新聞背後有故事 那他是用什麼樣的方法 來去做判斷的 可能因為這裡 有很多大一的心神 所以可能我們也可以 來想一下說 他是怎麼做學問的 這一件事情 然後所以他怎麼可以 製造出這麼多的 一篇一篇的文章 會用製造這個詞 你看 所以這個可能是一個 所以你就是 用你的方式去反思他們 那應該有一個方法學上面 也不見得是學 可是你一定有你自學的方式 好 來我簡單講一個例子 就是你要看到那個文化 讓我直接用詞這個角度來切入 我當兵的時候 我實在是外省 我很習慣去面試 但我實際上 沒有一天 因為我爸爸的關係 我爸爸一輩子都沒有住過 去你中國幹活 一輩子都住在台灣人的社區裡面 所以基本上 我比較能夠相對了解台灣人 有點像猶太人一樣 他相對可以客觀的看到這個事情 我當兵的時候 有一天 我們下軍 夜行軍 下大雨 我們這個年長 滅惡心善 他就是看起來很兇 實際上他是一個心很善良的人 他趕快就跟那個傳令講說 趕快回去 那個準備好那個 那個天后組兩國滅各大 然後 然後弄那個 什麼回來 可是你知道 我們那個時候部隊是怎樣 就是 每兩年就要 以防金門一次 在金門內部也不是 在金門也不是固定在一個據點 因為在金門有時候前線掉後方 後方掉前線 這樣掉來掉去 裝備一按一去 用什麼 就一直賠錢 一直賠錢 反正就是你 你部隊就是一直缺錢 那部隊缺錢用什麼 用什麼去補 用那個 用火石被去補 那基本上就是 你說他是貪污也是貪污 但是他基本上錢不進口袋 他是用在別的地方 好 那現在我們部隊這麼缺錢 我們那個連長還說 欸你們回去煮麵顆搭 結果我就跟那個傳統講說 因為我負責裝備保養 我缺 我缺錢缺的不能用 我就跟那個傳統講說 等一下 回來 換我講 回去煮一小鍋麵顆搭 裡面有肉有蛋 再煮半鍋麵顆搭 什麼都不要放 就這樣子 然後回去後 等到 然後那個通知 然後你回去 把門打開 把谷堤社的門打開 所以谷堤社就是我們 部隊 自營的那個谷堤社 就是我們自己買一些 從外面進一些貨進來 然後我們這樣賣 然後回去 然後我連長看到 起到什麼 我說那個什麼 豬兩鍋 為什麼那個什麼東西 然後 那個小管說的 然後他就連長叫我去問 你為什麼這樣說 我跟他講說 我告訴你 這半鍋都吃不完 我給你打賭 我給你打賭 就是講說 這半鍋一定吃不完 那當然啦 我連長不相信 這麼好吃的東西 怎麼會沒人吃 而且我在外面冷成那個樣子 回來 那麼熱 怎麼會 怎麼會不吃的東西 我跟你講 回來以後 真的就沒有人吃那些東西 那真的牽扯到一個什麼文化性 因為我在一個很吸塵的部隊 我這個兵什麼東西 基本上都是那個農村來的兵 應該這樣講 如果你是大專兵是什麼 你大概就不會去參加夜行軍 你大部分都是業務師 都是什麼 你晚上要熬夜什麼 那就不會這樣 那基本上我們 要去夜行軍的人 是什麼樣的人 挑的大部分就是一些 你就是沒有任何專長的人 你不會寫字的人 你就去 那基本上這些人 從哪裡來 大部分都農村 我跟你講 這些農村人 在我們這個年紀 這個農村的人 基本上 他們根本就不吃麵 你煮麵條 他都不見得吃 你弄成那個 快一快的 那個麵糕 搭死的那個東西 他一口都不會吃 他一口都不會吃 你煮人也是浪費 但是我們連長是一個萬神人 就是他是一個眷政人 他認為 在他的那個島鏡 你就認為講說 這東西是個很好吃的東西 而且大家這麼需要 我提出來一定大家都敢吃一口 會幹嘛 最後是證明 他信討沒有煮 我說你怎麼那兩鍋就浪費了 我們現在戶隊那麼缺錢 你還去浪費那個錢 你看我現在 我現在不要叫他們吃 然後去弄 那後來我 後來結果那個什麼 後來有一天電視在播一個 我們有一個那個山椒的選手 叫做劉朝慧 到日本去 那個劉朝慧 200多公斤 那個是那個 其實不是山椒 那個是香菇 香菇選手 然後他就 帶他回台灣 然後他講說 香菇選手劉朝慧來台灣 到頂泰峰去 頂泰峰這個東西是 日本人最愛吃的 他們來到台灣都要來朝鮮 都什麼 他們講說 請問劉朝慧回到故鄉 吃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到底那個桌上 買了 買桌龍嗎 想說看他吃多少 然後我跟他打賭 我說他只吃一顆 結果 事實證明是怎樣 真的就是那一顆 當然那也許有一點戲劇效果 因為那是日本NHK的電視 那也許有一點戲劇效果 可是我跟各位講 你如果是國外那一代 你如果了解那個文化與行為 你就知道 那個 這件事情是 就是 基本上那個不吃面食的人 是根本就不可能 他就是不可能吃 那話說回來 來到我們今天這個小孩子 他就是 他從小 1984年 是一個最大的轉移 麥當勞進入到台灣 所以 我在講這個事情 都是1984年之前 我當杯子 在那個麥當勞沒有進入到台灣之前 你知道那個鄉下的社會什麼 他不吃面 他不吃面人 就是不吃 就不吃人 就是不吃嘛 那這個就是 你如果了解那個文化與行為以後 你會去觀察很多事情 那同樣的 我講那個面食這個東西 我再補充講一個故事 李遙 那個時候 他說 那個文心書店 快要解釋之前 他就講說 文心書店初期 吃完 他說 吃完 其實大家都常常聽過這句話 很多出百業的跟我一樣 就是書賣不去 就在網路上靠腰 就在那裡哭泉 然後就講說 哎呀大家同情同情我吧 那如果不得了 我就去賣麵好了 那你看那個賣麵多好 我只要下 我面下下去 你要吃牛肉麵 我就煮牛肉麵 你要吃洋吃麵 我就煮洋吃麵 所以會像我這樣子做這個書 你看我編了 編書就會賣 其實英文版本 就會到最後也都賣不完 那大家都在講說 每個 你看每個出百業都會這樣報復 可是我更多會講 那有一個 有一個作者叫玉岩 他寫了一篇文章 他也寫了 他說 他就講那個牛肉麵的故事 他就先把李瑤這段故事講出來 然後講李瑤去賣牛肉麵 後來李瑤結果 講了半天之後 他根本就沒有賣 根本到最後也就沒有賣了 當然他也可以說 隔一年後 他就被抓去關了 所以他也沒機會賣 不過我跟你們都會講 李瑤絕對不可能賣牛肉麵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的牛肉麵 牛肉本身是進口的 麵也是軍方進口的 你要賣牛肉麵 你若沒有從軍方那裡拿到那些 就是你從軍隊裡拗出那個東西 你沒有從後門拿到那個東西 你的成本 你就不可能賣牛肉麵 那你李瑤是那樣的人 你有可能你敢去賣那個嗎 人家只要一個捷群女房 所以李瑤不可能賣牛肉麵 就說我 就我那個判斷講起來 就是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新聞就是 這個新聞就是 這個就是 那你也不能說 記者騙人或幹嘛 你只能說那個記者 他沒有這樣的觀察力 他不知道那個 他不知道在寫 後來有一個作者叫做胡約安 他也在寫 他說後來張俊鴻也發生 1976年的時候 每一條事件發生之前 就是那個 應該這樣講 就是他那個 張俊鴻辦什麼黨外雜事 政府就來查工 查工以後你知道 就要賠很多錢嗎 賠賠賠賠 賠到最後就沒錢了 然後什麼 張俊鴻跟黃華 黃華是做尖刀 做了二十幾年出來外面 沒有工作 他們兩個就在西門町開了一家 叫做鑲嵌小吃 然後他就講說 歡迎大家來 那個 那個金總現在不給我 留一條生路 我就開一個麵店 我來那個什麼東西 然後金總就每天到 他那個麵店裡面去尋我 吃那個去幹嘛 吃我來 就像那個夜店一樣 你來 他就登記你名字 到最後沒人敢來吃麵了 到最後那個店開一個月 也就 也就關掉了 那賠賠在寫這個故事 其實賠賠是我的 是那個什麼 她比我 她比我年紀大 她是 她是1949年 她是1949年了 我是為52年次 她大我三歲 這個時候她已經在念台北 add 醫藏了 然後她又是台北人 所以她認為她的印象很深 她認為張俊鴻跟黃華賊 賣牛肉麵 然後我就 其實我私機家就寫一片 那個跟她講她說 你應該是記錯了 不用把握,他應該是賣的是台股P 因為張俊鴻,那個時候掌握的勢力已經跟自由中國實在是不一樣 自由中國那個年代基本上吸引外省的雷震 基本上吸引外省的結合了一些台灣師生階級 可是到了1970年代,整個在雷島事件之前 他幾乎已經在本土化,在強調這個事情的時候 所以我們講張俊鴻如果出來賣麵,他絕對不會去賣牛肉 因為基本上那個時候台灣人大部分還是從農村出來或幹嘛 這個在都市裡面會去吃牛肉麵的什麼 基本上是都市裡面的台灣人或是外省人 基本上就是那鄉下的這些上來的 他基本上是不會去控這個人 所以我把這個分析告訴KAA KAA講說你這樣講好像也有道理 那怎麼辦,沒關係,我們就去查那個 我們就回頭去查資料,去看那個原來的照片 果然在賣的是什麼 他說張俊鴻在賣排骨麵 然後黃華在炸天賦火 這是不然天不辣,兩個人就在那幹什麼 然後兩個人那個什麼 然後我們一對就這樣 所以我跟各位講就這樣 我剛才講的那個考古學或什麼東西 就是你如果對那個文化的行為有一個觀察 你就會有一個敏感性 你就會知道了,從我剛才這樣講的 其實最簡單的這件事 你就能看到那個差異度在哪裡 當然是因為今天的社會就是都會化以後 然後電視的影響 改變了這些東西 但是對我們這個年紀的人去觀察那個時代的事情 其實我們的觀察就相對的我會比較興趣 那就很容易開始出過戰 好,那我當然還有一個問題 那等一下先讓大家先來發揮一下 我們一次三個問題 然後每一個人 你可以在這個舉手的話 可以問他問題 但是你也可以做一些考量 然後我們不要超過一分鐘 好不好,發言不要超過一分鐘 好,一、二,還有沒有 兩個人呢 他們要問的 好,那我們就先這兩個人 好,我們就先 請問以那個 請問以那個張俊鴻和光華的例子來講 他們現在人都還在 他們人都還在 那請問你要說他們是煮牛肉麵還是煮什麼 你有沒有再去訪問他們 那當時的事情是怎麼樣 那上面的架木表我已經看到了 是,那當時怎麼樣會發錯 就是說有這個錯誤的 那怎麼樣是會發生錯誤 有沒有再去確認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林天正在這件事情 是發生在1962年或者是1963年 那在1963年的時候 那時候四年級的課本 國民小學四年級的課本 有一個是叫做義勇的漁夫林天真 那就是在描述說他義勇的精神 那你說他不是那麼一回事 那請問你是怎麼樣證明說他不是一回事的 那當時有哪些人證或者是文章 或者是怎麼樣在經過以人類學的考證方面 去說他這個是錯誤的 是原來的那個報道 那個國民小學四年級的那個課本是錯誤的 好,謝謝 我想要問兩個簡單的問題 就是做出質疑啦 就是我覺得 關老師是否會有把時間錯誤的問題 像是講高速公路那一段 日本的高速公路其實也是到戰爭後期 在GHQ時代才設置的 當時日本甚至到1960年末 甚至70年初才成 日本正是從一個農村社會完完全全 轉到一個工業型社會和發展型的城市 那當時 1930年代日本是要怎麼在台灣建設高速公路呢? 這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台灣人對飛機真的沒有印象嗎? 呃第一個 我質疑就是說 台灣人在1935年的時候 就已經在台北松山機場 跟日本每一週有兩班的航班 然後在戰爭1938年的時候 增加為每週三班 這在日日新聞報上面都可以講解 看得到 然後包含在台灣第一位女飛行員是日本人 他們在1930年代飛行員的戰爭時期 台灣各種飛機的資訊 包含少年飛行兵 然後包含各種像台灣各種空戰 台南航空隊 東港航空隊 高雄航空 這些部隊當中都是非常有名的 台灣人對飛機真的沒印象嗎? 我不認為 反倒是那個時候的 中國戰場 他們對飛機可能沒有什麼印象 因為他們飛機可能超過30重 所以我覺得 綜合這幾點 我覺得老師是否可以思考一個問題 是說 在時間 時間上面老師會有一點點錯置的 你講的時間錯置是 它 有另外一天文這樣的背景 時間背景會弄錯 比如說台灣人對科技不理不理不理 可是台灣人早在40年前 1970年代40年前 1930年代 對飛機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日日新聞報就曾經以頭版 好,你看 我們來替關 我們就是要這樣 它是我們還能安裝 它現在才17歲而已 黃醫生你好 我想問問題是 你剛在前面最早前面有提到說 討論到所謂的兩蔣時期跟日本實民時期 對於台灣的實質建設的問題 那我避免誤會 我想先問說 您自己在那段話裡面 您的意思是認為 您認為兩蔣時期對台灣的實質建設 大於日治時期的實質 我講的是實質建設 不是中央心態的問題 那無論是不是 那您可不可以對於這個問題 提一下您自己的分析與看法 謝謝 好 那我們就針對這個三個問題 那個首先第一 講到張俊鴻跟黃華那個 那個比較好界定 因為調出舊照片來 然後把那個這樣表一看 就會看出來了 那其實那個林天真正好 這個是因為我採訪的當時 當時的那個記者 當時那個中國時報報的那個記者 他自己事後 其實他自己也 那其實這個事情在中國時報的那裡 也不是什麼秘密 其實他們都已經 我想這個在記者實在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這個是他們新聞媒體裡面 共同都知道的 那個 所以 這個東西 我的意思是說 林天真就是野柳內有一個漁服 各位可以到那個 到野柳內去看到 他那個雕像最近 最近說要不要重建或幹嘛 那這個就是這件事情 不過我想 我們再回到那個系的 我想我們今天主題主要是 新聞考古學 所以我如果是針對那個 新聞考古學的部分 我會比較做多一點的解釋 那有一些比較政治性的那個題目 我就簡單 不是簡單會不好 那這個 關於講到那個悲劑的問題 我想這樣講 你解釋到一定都有 但是問題是你的影響力有多大 我當然 可能大家不知道 神剛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我當地就在 我當地在峻底這個地方 我跟各位講 40年前發生 玻璃聯本那個案件的時候 就是那個米康牛的事件的時候 政府去調查 一家一家的敲門 你家只要告訴我 你有那個米康牛 有受害有什麼東西 我政府就賠錢給你 你以後看病不要錢 以前看病是要錢的 你用害什麼病都沒有錢 你只要登記一個 這個案件就可以 沒有一個人敢登記 為什麼 因為那個當時的民間 是一個什麼樣的事件 你要想 這事件的事件 我們在上輩子做什麼事情 才會這樣子 如果傳說出去 我跟你講 不要說這個人嫁不出去 我們家所有的小孩 甚至我們這個村子 通通都沒有人敢跟我們這個村子婚嫁 當時的神剛就是這樣一個 當時的神剛是這樣一個 當時的神剛是這樣一個 當時的公園那一帶 是這樣一個地方 我回頭再講 你說那個民航機 大家也沒有印象 大家當然知道 有民航機有什麼東西 可是你要知道 到1960年代 去美國去日本留學 很多人都還是坐船出去的 他們那個人出去留學的人 也不是什麼窮人 也不是什麼窮人 各位 坐船要多少天啊 坐美國要多少天啊 坐飛機一下就到了 那為什麼 你說他為什麼不坐飛機 或幹嘛 有那樣的東西 但是那個使用率是低到 就是連那個那麼有錢的人 使用率都低 更的話是其他的人 所以我的重點就是講說 我們要看一個 我想就是要回到那個情境去看那個東西 我們要回到那個情境去看那個事情 我們要回到那個情境去看那個事情 去看那個事情 就想說 那第三個 第三個講到那個實質建設 那是什麼 我想 我再重新講一遍我的論述 如果今天中國 如果台灣是中國的一圖 我們今天要蓋捷運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分析 第一個 這個地區的人口到底有多少 那我可以跟各位講 那個重慶 重慶有一千萬 重慶更需要捷運 它就排在我們前面 你不要說那些 你不要說那些什麼上海 什麼上海北京廣州這些 要排在我們前面 連那個 連重慶 連內部的東西 都要排在我們前面 如果你是要用人口 或你交通的那個什麼 那個需要性來講 或什麼 或是產生的經濟效益來講 它的那個效益就是比較高 所以我可以講 所以 某種程度來講 也不是我反對台獨或幹嘛 就是想說 你就是想說 現在不要講什麼統獨立場或幹嘛 我就是告訴你 講說 這個某種程度 這種統對台灣來講 它某種程度是 但是如果你不是 你不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體 你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經濟體的時候 你不會去 你就 當你要去蓋高速公路 或你去蓋捷運 蓋什麼的時候 你的思考就是 從全國性來看 一旦從全國性來看 你這個東西就拉到後面去 你就不可能 我跟你講 如果是這樣 那香港那麼小一個地方 又有起樂機場 又有施壓腳機場 那是什麼 那是因為香港獨立於中國之外 因為這樣 所以它會有 香港會有這樣的 香港會有捷運 香港會有兩顆國際機場 不然的話 就中國 如果它是從整個大環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如果是海南島 它不會在海南島 它不會在海南島蓋 對不對 海南島比香港大 都好背貨幹嘛 對不對 如果今天香港回歸到中國那裡去了 你今天如果 如果那個財政要經過中央 現在當然它是說 一國兩制 它是不去動 如果它要去動 它如果真的要去審核的時候 換你當中國的交通部長 請問你是怎麼 你去怎麼評斷這個標準 如果你讓台灣先建這個東西 你要面對的壓力 是有多大 對不對 所以我回頭來講說 某種程度 這個對台灣 那當然勢力勢力 我覺得個人有主觀的喜好 但我只做客觀的分析 好 報告 好 我們還有時間 好 可以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有問題 還有一位 還有 還有 先可能大一的行程比較多了 所以比較不好意思問 兩位 還有呢 有沒有大一的 現在留給大一好不好 好 來 大一的 好 三個 還有人要問先問 來 先 來吧 謝謝 因為老師是有 就是有時間的歷練 所以可能 對文化背景方面 會比較了解很多考古的那種 可以了解當時時空是如何 但是對我們這輩年輕人 就像是一出生就有影響的那種人 那對我們這樣子 年輕人我們要怎麼去考古 或怎麼去見證我們的資料 令我們有辦法提供一些 將來想要經常過業的人一些意見 好 來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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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剛剛那個 這位 我們先給沒有問到的前衛 好 那個班老師你好 我是想問一下 你對 軍中二人那部電影的評論 剛剛有人提到 聽到的名字 不然想到就順便問一下 因為這應該是蠻有 您的專精的評論 好 為什麼他會提到那個 軍中樂園 因為他也這裡面 那個有一本書 他也寫到 國軍的故事 裡面也有提到 所以才會 聯想到這個 在他入陸的寫到 是不是 好 再來第三位 剛剛有選手 對 對啊 對 對 謝謝老師 喔 因為沒有來 我們就自己做成功 想問喔 就是老師一開始在談那個 食安問題的時候 當他開場白 談到了黑道 然後談到了那邊的收油的成本 就是說這個食安問題 在主流媒體的觀點 或是說我們會輕易的解釋成 他是都市人的觀點 公民的觀點 我們去做 我們在新聞上看到是這樣的東西 所以它是食安問題 雖然老師講的很隱蔽 但我想老師要試著去講說 事實上很多新聞報導出來的觀點 他說他只稱那為問題 那其實是 我們就要更細緻的考慮到說 他是牽涉到整個社會 有時候是必要之而 有時候是有各種背景 有時候是歷史背景 有時候甚至是我們的這個整個社會成本 沒有辦法符合而產生的 它在幽暗的地方 但是它必須存在 就說老師 像我們老師舉例說 如果我們都 大家到這麼光明來 如果我們都要吃最健康的油 我們要吃最好的東西 那我們就是必須付出非常非常高的代價 那反面來說 也就是說這些東西 它存在這個社會的時候 它其實是支持了這個社會 就像老師講一講 因為提到的就是存嘛 那我想老師要講的是這個 不過呢 我想問的朋友說 老師又是一個工業學者 老師又是一個健康 老師學自己的學識背景是這個 那作為一個書寫行為 無論是製造 或者是詮釋的筆者 老師是你的目光 我想我想問的是 你的目光 會放在什麼樣的地方 然後你是怎麼取捨的 可以給我們一些建議 好 蠻犀利的一個問題 好 那我們就 還有一位朋友 來 來 繼續 我再問就是 林天真的那個事情 因為那個林天真是記者報道出來 他後來是說 他報道的是不對的 那事實上是怎麼樣 那這個記者的品質 大概不是很 很好的 那再來就是 那再來就是 他又在講這個 他的可信度方面 可能就受到質疑了 那真實的情況 有沒有再從其他當時的人 再去調查 說當時的究竟是什麼 因為 依我個人的觀察來講 就是說 台灣人受過日本人的教育 五十年來 大部分到最後的這個間 原來的那一些漢人是 帶有漢人的色彩 跟中國道路的人是差不多的 後來後半部的這些人 有日本精神 注入到 當時的 台灣的這個地方的人 的人來 所以一般人來 來 來講在 後來的這一些 台灣人其實 帶有那個叫做 日本精神 那依以前來講 台灣人會做奉公的事情 是 對我個人來講 是理所當然的 除非是 太保流氓 他那個就會要錢 怎麼樣 那以我生活上的經驗來講 會跟人家 幫人家做事 要錢的是 警察 消防隊 還有 駐鴿的那一些 國軍的這一些 表面上是說不要錢 但是都暗地裡 都過去叫他們 你們要送 要送什麼 反而是官員這些人 那一般來講 台灣人是 我的感覺上是比較單純的 謝謝 那我簡單回應 第一個就是想說 講到年輕人要怎麼考古 我想簡單講就是 你多聽 然後也要多懷疑 我從小我聽我爸跟我媽在講 他們那個時候 1960年代 我比你們還很窮 可是實際上 就是說 你說 你不知道 冰箱或什麼 那同樣的 我出生下來以後 我出生下來以後 就已經有收音機 我已經有很多我爸媽沒有的東西 所以我爸媽也會覺得 我爸媽也覺得我拖賊 我也覺得我們下一代拖賊 將來你們長大了 你們當做父母 你們也覺得下一代你拖賊 每個人都認為 每個人都認為拖賊 那 所以當我爸媽在講我拖賊的時候 他們就講 我爸爸就講 啊這個杯雞轟炸獸多苦多苦 我媽也講杯雞轟炸獸 他們多苦多苦 可是不好意思 我媽媽講的那個杯雞是美國杯雞 因為我媽是台灣人 來轟炸他是美國杯雞 我爸是從中國大陸來到 來轟炸是日本杯雞 所以我媽媽如果要講這個故事 我媽要講一件事情的時候 就先講 在日本時代 然後我爸爸就講 日去時代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我跟你講 後面的點點點都不用講 你只要有日本跟日去 這兩個字 一分 你就知道下面那個點點點 會是什麼東西了 你們今天連續的 你們大概就有這樣的敏感度 你們後面就會 可是在我們那個年代的人 因為在那樣的教育背景上 我這一代的人很多人 其實是不知道那件事情 但我算比較有敏感度的人 所以我知道日本跟日去 後面就會接不一樣的東西 可是這個對你們今天連續的人來講 這就已經是一個常識了 每一件事情都有不一樣的東西 就像你今天連續的人 對於手機對於什麼東西 你們的了解度就會 就會比我們更知道 所以我跟你講就是 也不用每個年代 都用每個年代的人的優點 還用每個人來的確定 我們就是多聽 但是也要多懷疑 像我現在簡單再跳過來回答 這個美女的問題 像她講說 我們怎麼去 我們怎麼去 像這個死安問題什麼呢 我簡單這樣講 時間很有限 現在講說 有一個老朋友 57歲的文毛 他去 他看到隔壁有一個 隔壁有一個 隔壁有一個地下工廠 所以他就去 他一直檢舉 結果檢舉不成 結果他就去拍照 拍了照 然後又送到台中去 然後在台中 拍地檢室來檢查 然後怎樣怎樣 然後逼著這個 逼著這個 屏東縣長 那個什麼都可以 那屏東縣長 可能現在他 現在他 那個真的是 他可能就是 我看他 焦躁的程度 應該會超過城區 但是各位在讀這個 各位在讀這個新聞的時候 可能就直接 就要回頭再想 第一個 57歲的人 為什麼是文毛 對不對 那一定 他有一個什麼事情 就算他是文毛 在檢舉這件事情 從今天來講 要檢舉這件事情 文毛 需要 文毛 要檢舉 應該也不難 然後還有 如果做這個黑流 是一個很黑道的實力 各位想 各位想一件事情就好 如果我家隔壁開一個賭場 我每天走到他那個旁邊去 站 一分鐘 不要講 就站一分鐘 那個觀念 那個觀念 多少的小弟 都在那裡學 你只要連續來第二次 馬上就會有人上來 哎 兄弟啊 那是怎樣 現在是什麼狀況 現在是什麼狀況 要怎麼樣 就開始要談了 如果這個收入 是一個這麼大的 是一個這麼大的一個事業 它可以供應到全台灣 什麼東西 那麼多大廠都來買東西 這個 這個 照他這樣講 就是講說 這個車子這樣 進一區那麼多 相對來講 它有可能完全不設保 會讓一個人去拍到 拍到你一個什麼東西 欸 各位知道 你們狗仔隊要去拍一個 要去拍一個那個知名人物 或什麼東西 你知道要拍多少錢 要多少 要有多少憲民取報 他才有剛好去抓到一個什麼 那個東西 當然有一些是那個 他們都是他們自己交換的 他們是自己 自己有人爆料 或者什麼 你真的一個狗仔隊 要去跟 要去拍 要花多大的 要花多大的力氣 那所以這時候的新聞 其實老實講 中國說到這個新聞 簡單講 我懷疑 我懷疑 因為這個不合情理 那我們最後看這個老龍是怎麼出來 我不知道這個老龍會不會出來 老龍會不會跟鄭傑父母一樣 到最後 變成沒有這個人了 鄭傑是 不知道是 可能跟美國王一樣 死後一蹦出來的 媒體都找 沒有一個人找得到 到最後 不知道這個老龍什麼的引導呢 到最後 我不知道政府 江運華說要發兩百萬 不知道最後這兩百萬 要發給誰 或要怎樣 因為有些東西 我看不出來就講說 我看不出來就講說 那些事情的那個 就這事情就充滿高度的 高度的懸疑心 那這個 不好意思 因為我是研究歷史的 所以那個 我對現今的事情是 通常是不太平衡 我幹嘛 但是要舉例不得不舉例 那大家有興趣的 如果有柯南精神的 大家就開始去調查一下 看看這個老龍到底 看看誰能查得出來 這個老龍到底 老龍到底是誰 他是用什麼本領 然後那個什麼 那一週刊真的應該要吸收他去 他如果這麼有偷拍的技巧 變 然後 那當然最後還是回到那個 我想有一些文化學的問題 大家去觀察 或幹嘛 就這樣 那為什麼會出現林天真這個現象 我想 大家應該知道 這個東西當預計中爆出來以後 然後蔣經國就已經定了掉 當時救國犯罪就已經定了掉 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東西 這個如果大家有興趣去看我那個 大家有興趣去看我那個 那個像那個 寫書 像那個 就是 有個帶水和命案 這個也是一樣的 當政府要定調 他是羅密歐與朱利彥的時候 你任何一個人 誰要去拆穿這個騙群 我跟你講你 你沒有好下場的 那個 大家上網去檢索一下那個姚永來 那些姚永來 或是那個 那個 神保 那些故事 都會學新聞學的那些 年輕的小朋友 真的好好去看一看那個東西 你要去挑戰政府 你要付很大的代價 你要付很大的代價 那個黑白兩道什麼東西 都會 都會來那個什麼 黑道什麼東西 那個白道 那是一個共生 那其實是一個共生 那 像這樣一個神話背景的行程 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形成一個神話 因為那個社會 當時就是需要這樣的神 當時就是需要這樣的東西 就是要 就是要找出這樣的東西 就是需要這樣的人 那我剛才也講過 第一個是講的 你不能就否認第二本 第二本又是講的 第二本第三個可能 他真的是那個什麼東西 就像那個 自願留營 要去當 那個什麼 當地自願留營 什麼 要去重軍的什麼 第一個可能是講 第一個到最後都沒有去當地 他真的 我現在這樣講 我跟你講沒有一個 像我現在要賣數 我現在來那個 簽名的什麼東西 沒有人會 我跟你講 一散場大家都跑光了 對不對 那我自己下面如果買兩個 買兩個 買兩個 暗狀在下面 他第一個就跳台湯 要來來來 管老師我買十本 然後另外一個買五本 我跟你講 我今天帶一百本 哪也賣光 但是我沒有買這個 抱歉 我今天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時間 我今天沒有買暗裝 所以我就沒有那個 我就沒有那個 像做這種事情 其實大家有一點社會經驗 大家就知道 都要聊天 就是想說 哪怕是那個 你去外面賣那個 那個拍賣的那個東西 你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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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怎麼賣的 我每次我最喜歡看 就去觀察 在夜市裡面去看 就這樣 他們來的時候是哪些人來 整個時候是哪些人走 然後他們是怎麼在 他們怎麼這樣安排這個暗裝 到底在喊那個什麼東西 我告訴你 不管你是從多少錢喊 那個東西就是你的 你去那個 去拍賣那個 看那個拍賣市場 就是那個樣子 所有他裡面 他其實還不止一個暗裝 他其實有好幾個 他其實是有好幾個 好幾個在 好幾個在裡面 到時候就夾殺你 夾殺你一個人 你就覺得 沒有 不是吧 我應該不是最後那隻 我應該不是最後那隻老鼠 我應該喊個價錢 他只是給我一個 他就會給我一個獎品 不然是這樣 你只要一喊 你通常就是買到那個東西 你就是拿不到那個獎品 你就是拿不到那個獎品 政府做的事情 跟那個什麼 這些東西 老實講都是一些社會的 這個經驗 好 好 好 我可以 換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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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您好 我很抱歉 我 我大概了解了那個 那個 學歷救人藥前那個故事的例子 追求他的真相和您後來說的 第一部東西是假的 和後面他要宣傳所製造的那個 和輿論效果 可能是那個時候的需求 這是您剛才的 要表述的東西 對吧 但我想到一個比較久遠的例子 就是屈原的頭漿 我們今天大多的傳說故事都知道 屈原頭漿 然後愛國人是 死代歐的紀念他 過多五節來吃粽子 這個故事 千百年來被歷史學家質疑說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麼其實 現在我們覺得 他是真的還是假的 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重要的是 你後來說的第二部就是 他作為一個愛國人 是他感染了很多人 他的精神 一直到今天為止 可能很多人都信自己 都想像著 這是一個方面 另外一個方面是說 我會覺得 在這種例子上面 到底屈原頭漿頭漿 未殺頭漿 和他後面所造成的那個效果 好像第二個效果更加重要 也更有影響 然後 可是又另一方面 我們都覺得 新聞要追求他的真相 我舉幾段的例子 像二二八到底殺了多少人 文化大陸地死了多少人 這種事情的真相 又是 其實我覺得 後面的歷史解釋 你也可以說那個時代 為了製造什麼 而去編造一個數字 或者去隱瞞一個數字 它都可能是有相互呼應性的 是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但是是不一樣的後果 可是每個時代的價值觀都不一樣 你是一個新聞人 你要怎麼去拿捏這個度 就是說 當然我們都要求追求真相 可是當你遇到一個事情的時候 他的真相的追求度 需不需要那麼高 那麼高的 對他的要求 直指鼻尖的要求 到底度在哪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人常常會模糊 就會覺得 其實這樣也可以 其實不要那麼認真 所以我很想問你這個問題 那我可不可以反問一下 你的觀點是什麼 我要詢詢到我就不問了 對 你一定有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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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不會把真相的問題 拿出來討論吧 對 我真的沒有一個很誠實的想法 它困讓我很久就是因為 我生活的那個社會 有太多人告訴我 哪一個社會 你活在哪裡 在台灣嗎 沒有 在洛陽 或者是在北京 那就是我長期生活的地方 我所生活的地方 很多人都會告訴我 可能第二步 對於現在這個社會比較重要 我們需要告訴大家正面的東西 可能第二步比較重要 可是 我從內心又會覺得 無論後面造成的那個效果 是好的還是壞的 就說剛剛落水的那個例子 就算你報導出來真相 搞不好還能造成一個 還算正面的效果 就是以後再少有人這麼打劫了 因為被報導出來了嘛 所以我在向你要錢的時候 我怎麼會要得這麼理直氣壯 可能還會介紹成這樣一個效果 我之前說的是體外話 我自己會困擾 就是因為 我覺得在一個社會裡面 我相信台灣的社會環境 比我的環境要稍微好一些 但是我覺得人心裡面 都會有一個 不知道怎麼劃定的界限 不知道怎麼說 這個問題 我就宜 這個問題其實就好了 我不知道 但我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沒關係 大家努力掌聲一下 最後我很重一句 我很遺憾的覺得 在台灣的這快四年了 台灣特別在我的觀察裡面 有一點點 往我說的不太好的方向發展 就是越來越多的人覺得 真相可能也沒有那麼重要 我覺得 這是讓我有一點遺憾的地方 我希望它不會掉下去 謝謝 可以說嗎 你有話要說嗎 那你那個話呢 不要哽著 然後 你的話也通常在質疑一下 質疑管老師的想法 那你們也 可是有些事情 他正在朝那個真相方向去做 那我們可能看到這個後面組的部分 當然很多媒體視頻裡面 剛好就區分兩個 一個媒體所形成的 形式上的效果 也包含 到最後我們 我們常常都會出現在哲學裡面 那個因然跟實然的問題 比如說現實問題是怎麼樣 跟它應該要怎麼樣 是兩回事情 比如說應該要是真的 跟實際上它是假的 假的也沒有造成不好的效果 所以我們就很容易在後面的部分 會變成功利主義者 然後另外前面那個部分 追求真相的人 他就會比較像 倫理學裡面這樣的義務認真 我們先做一點哲學的補充 我們來 至少這是哲學星期五 各位 你要 你要從 你要從媒體的新聞報導 裡面 發掘真相 不可能的事情 對不對 今天有一個兇殺案 有一個人殺了他 吃幾刀 沒死 今天把官去判 把官去判人 第一個把官說 第一個把官就說 你如果 如果我真的想殺人 一刀就把你殺死了 沒錯嘛 一刀就殺死了嘛 怎麼會殺死幾刀 還殺不死 可見我只是想要教訓你一下 就是 就是殺人 換到第二個 第二個把官 也許認為想說 你要教訓人 你殺一刀就 教訓就好了 你幹嘛殺人 撕幾刀 殺人撕幾刀 怎麼會是教訓呢 你就是虛意想要殺人 對不對 好那現在就是這樣子 請問真相是什麼 真相是什麼 法官也不知道真相是什麼 對不對 這兩個人講的有沒有到底 其實兩個人講的都有道理 對不對 就算這個人被殺死了 即使這個人真的已經死了 到底這個殺人的動機 然後當初我到底是 只是想要傷害 只是想給他一個教訓呢 還是我真的想要 置他於死地 這個東西你沒有辦法去 本來我們就不是神 所以我們應該要講 因為我們不是神 我們不知道真相是什麼 所以我們在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必須懷著一個 相對謙卑的態度 你不要事先有自己的 因為你已經有事先的想法 你已經預定了 就像我剛才講的 這兩個法官 他都已經預定了這個事情 對呀 你不想殺人 殺人 你不是想殺人 殺人十幾刀幹嗎 對不對 另外一個人講說 不殺死 殺了十幾刀都殺不死 應該不是殺人吧 這個就是 那台灣今天會有什麼 台灣其實台灣很多心象 跟那個大陸很多心象 這個就是人類的那個歷史 人類的那個 這個發展的過程 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同樣的 在台灣 我在講那個三十年前 就有鄉下跟 那個台灣的鄉下跟台灣的都市 那個差距之大 大到就 可能就像另外一個國家 可能就像另外一個國家一樣 一個本省跟外省 他可能 他對那個世界的認知 就是兩號不同 完全不同的 我爸爸跟我媽媽 就兩個不同 我剛才已經也舉過這樣的例子 對不對 同樣在講一件事 你如果沒搞清楚的話 大部分人都認為 他們兩個講的是 在我這個年紀 不管本省跟外省 大部分人講的都以為 我們父母講的是一樣的事情 可是實際上 那明明就是不一樣的事情 那這個是怎樣 人有的時候很難跳脫那個環 人腦有的時候很難跳脫那個環境 那所以我們要多觀察 多什麼 那我也希望 我們就講說 我們從事媒體 將來有需要從事媒體工作的人 要提醒你 這東西 我們這個工作 就跟醫生 跟法官一樣 他這個跟生命有關的事情 你務必要有一個謙卑的待遇 你不要認為 真的你不要用 疾病的想法去想這個事情 那接下來 那最後再講到 那個 那個 劇長救人那個事情 劇長什麼 對人有幫助 或怎樣 我應該這樣講吧 這事情對所有世界都有 就是 這個事情是永遠有幫助的 但是問題是 你也要配合 就講當時那個時代 這是 這個是在什麼時代呢 這是在蔣經國 在當太子 即將要 深入那個 即將要變成皇帝之前的 他需要去建立他的 民間的聲望的時候 他去做這些事情 他去獎勵這些 這些涉及救人的人 我跟你講 你回頭去看 你們去觀察那個歷史 在當時 所有捨己救人的事情 都是蔣經國在發 蔣經國在管這個事情 這事件輪到蔣介石來管 所以 你後來 你在村的事情 你要管 甚至就講說 只要是跟那個什麼人有 那還有那個什麼鐵路 我們那個 有一個鐵路工 他為了 把那個公車 因為公車過去的時候 被卡住了 他上去把那個公車 他爬到公車底上 把那個 把那個鐵絲網拆掉 公車過去了 他就摔下來 被火車壓死了 那這個案子 正歸交通路管 歸什麼管 抱歉 也是蔣經國 也是蔣經國管 只要是跟那個社會 他蔣經國 變成一個救苦救難的 當時他就變成一個 救苦救難的大菩薩 他就是全台灣亂用 你回過頭來看 習近平 當領導者之前 他也在做這些 他做的也就是這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 可是等他真的登機 到了那個位置的時候 他不需要再做這個事情了 這件事情就管 這怎麼辦呢 交給其他人 就交給其他人 就其他人去做 這個就是 其實我跟妳講 這個是互相的利用 那個魚系中 那個記者 老實講 記者去寫那個東西 不要去怪那個記者 那個會被聯燈多少天 一定是報老闆的問題 那你也不要去怪那個報老闆 報老闆為什麼要那樣燈 報老闆他也是配合那個證 他也是配合當時的那個 他也是配合當時那樣的一個政 當時那樣的一個政策 就是那當時就是蔣經國 老實講 當時就是蔣經國要持 社會上所有發生這種好人好事 什麼東西 他都要跟蔣經國有所聯繫 也都要由蔣經國來 蔣經國跳過來 來發那個 如果在成功禮受訓的時候 大家可能都有過這樣的經驗 這個到成功禮去搬 那個成功禮是這樣 就是以前我們如果考上大學的男生 要不能先進大學 要先到一個基地裡面去受訓 那受完軍訓 受完軍訓以後再回到大學 在這個受訓的過程中 蔣經國很重視年輕學生 因為年輕人是國家的下一代 所以蔣經國一定要來授槍 來授槍來什麼的意思 那蔣經國當時是什麼身分呢 布國防部長 為什麼是布國防部長來做這件事情 大家不管這個事情 後來蔣經國當上國防部長 請問這個東西是不是布國防部長做呢 抱歉 還是國防部長 就變國防部長來做這個事情 後來蔣經國變成行政院副院長了 這個事情是誰做呢 行政院副院長做 後來蔣經國變成行政院長了 請問這個事情誰做 請問這個事情誰做 還是蔣經國做 為什麼是蔣經國做 全台灣有那麼多人當兵 那話又說回來 全台灣當兵也不是只有大學生要當兵 其他的男生也都要當兵 可是其他男生當兵 誰的新兵訓練結訓典禮 蔣經國會來頒這個 連部長都不會來 什麼都不會來 那為什麼一個學生受訓 因為這些學生 這些考上大學的男生 即將要進入到 就是他在 他考上高中畢業 他即將要進入大學 那接下來大學這次也是一個 失控的狀態 所以他先要有一個軍訓 要先受一定的軍訓 然後先由蔣經國來做這些 由蔣經國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跟妳講 所以你回頭去看那些新聞的那個脈絡 或看那個背景 你會知道 你有的時候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很好玩 你講什麼這些事情 當初林正義得到那個什麼 那個叛逃的聯益 他在成功裡 他說他要去那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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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 他本來開大不念了 他說他要去念陸軍關校 他要投筆從容 他要消辯奔北 他要做什麼事情 請問誰接見 你知道誰接見 行政院副院長獎經國接見 然後問他為什麼要投筆從容 他告訴你他受到 副總統 不是 副行政院副院長的趕招 奇怪你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你要嘛受到部長的趕招 要嘛受到院長的趕招 要嘛受到你師長的趕招 要嘛受到什麼 你為什麼會去受到副首長的趕招 幹嘛呢 所以我跟你講 林玉古講的話 這個 這個就是騙人 他本到大陸 他到台灣他在哪裡 你對他的話 你就知道 這個人他是一個公立主義者 他從很年輕的時候 其實他就已經抓到 他已經抓到這個脈動 我就想說我即使要自願從居 我要給自己找到一個最好的那個 最好的那個跳板 我就不是受 如果今天講說 今天講說我是受什麼宋長之的 受什麼宋長之的影響 或是受什麼好國春的影響 請問那個那個有用嗎 受那個 受那些人的影響沒有 受那些人的影響沒有用嗎 受獎金多的影響有用嗎 受獎金多的影響有用嗎 好 那以後我們就想說 受到那個煩惱時的影響 來 後面那個 有一個 關老師好 我想今天出席這場活動的朋友 有許多人都看我 跟我那個很想來的公司老闆一樣 就是 都是念歷史出身的 然後我想也會有很多人 和我們一樣 都所謂 正統學界的歷史 抱持著一定沉重的不滿 同時從關老師的許多寫書當中 看到一種 具有群眾魅力的一種 屬於大家想聽的 故事的大眾歷史學 我們自己對學界的寫作最大不滿 大概就是 我們一直不太管大家群眾 想聽什麼樣的故事 而關老師可以回應到這樣一種 就是想聽精彩的 細膩的 貼近人的故事的原始需求 當然最近我們從一些 比如說巴勒人類學 像是社會學的這些 學術人成立 網路部落格的趣事 來看這個東西 開始有點反轉 我自己很想知道的事情 是巴勒老師 您自己對所謂 傳統的 正統的 實學寫作 或者學進了台灣史研究 或者市場上 出版市場上 目前跟您通知 或意識的 台灣史故事寫作 有什麼樣的看法 或感覺 您自己如何評價 是提供一個歷史學家的差異 除了您剛才一直強調 從新聞裡面看見一個屬於 人類學視角的文化的背景舞台以外 您自己都覺得自己的寫作跟故事 存在什麼樣不同的方法 可以創造出屬於灌籃線的特色 我說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我最喜歡 最喜歡的其實就是 今天題目上面的四個是 正媒掩蓋 那個一直都是巴勒老師的本領 就是 就是挖掘出這個東西 以及您剛提到那個 可以侵害台灣多少神話的塑膠 出來過程 這個非常有意思 最後我得完成我的任務 就是我們這家剛剛要成型的公司 裡面 還有一台部集體 某個公司 它叫內容力 我們現在鼓勵要做一個專案 是 這個我們等一下 我們結束以後 跟他直接講 謝謝 謝謝 因為他很認真的寫完 因為我們在折五裡面這邊的話 通常我們會很鼓勵大家 做一些團體的自我介紹 然後可是 我們比較不會讓商業團體來做一個自我介紹 那如果你要跟他接觸的話 你可以自己家自己跟他接觸 好不好 謝謝 那他的那個問題還是 可能要稍微說一下 因為他那個問題變得非常大 所以 我們 我們說一下 然後你再聽 再找一位 後面那一位 那邊 白教授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 您在 就是不管在寫作 還是在 做思考 做那個 自我整理資料 自我消化 然後寫出來的這個過程裡面 您覺得 您和讀者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我很好奇 謝謝 好 簡單講就是講說 我們讀者跟群眾之間的關係 那我 我 一開始寫這個 其實我一開始寫過 我是跟大陸 大陸的那個 知識分之間 所以我在 最接是在那個 凱迪的那個 就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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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稱是大陸最自民派的那個 那我就是 介紹 我就是跟那些大陸 向往台灣民主的 這些年輕人 去分享 兩角時代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 但是他們 他們 大家都不相信了 後來我就趕在看 而且 那而且 我寫什麼東西 大陸都一直在 都一直在審 搞不好幹嗎 那我根本也沒有拿寶貝 或拿什麼的 他們就是好像講 現在十一重點之間 所以我們要那個什麼 那那個 什麼的 通通都要封掉 現在什麼 那跟我們台灣一樣 我們台灣以前 大家不要笑 你注意去看那個台灣 那個台灣 十月三十一號 到十月三十一號 到中午誕生之前 那個 本來那一部 那個電影叫做 月落大地 到那一天突然一下 那個電影 那個電影報告 那個電影改年了 叫做大地 然後第二天 過了幾天以後 又變成月落大地 其實不要講那個 他生日那幾天 你不要講落那個 你不要講落那個字 不要笑大陸是那樣的 台灣 台灣三十年前 台灣三十年前 也這麼誇張 結果還這麼誇張 沒有什麼 真的沒有什麼了解 那因為神話人物的塑造 其實是有的時候 是接力 像無法這個 從日本人一直 開始在塑造這個 我告訴我們政府實在在說那個 其實到了現在 明信島執政的那個 嘉義縣長那個什麼 他不也 他不也還在為了那個 為了觀光 他也在 他也在搞這些 他也在搞這些 我跟你講 這個台灣 跟大陸之間的 這個 我簡單講一下 我不好意思 我最後只能 我一定要掌握講一下 大陸人來台灣 參加團體的理由 沒有辦法看到真實的台灣 因為台灣很多島民 什麼的 台灣哪些人去考 華語島民 都是退休的軍工教 講話已經有18%的 他大概有那個退休機的 他才會去考那個 考上以後有沒有工作 我跟你講 剛開始第一年有工作 第二年以後都沒有工作 大陸全部都是一條邊的 所有團客來台灣 從下飛機開始 坐著遊覽車 吃著辦店 買著鳳梨酥 什麼的 全部都是大陸的一手包辦 甚至到最後連導遊 都沒有那個什麼 誰也沒辦法去介紹 就是大陸的那個地培 那些人講說 他來跟你介紹 他跟你來台灣 他就告訴你 啊這個 搶劫士多偉大多 什麼什麼什麼 反正大陸人要聽這些東西 觀光客要聽這些東西 好 那他們不來 所以我會講 他們來時 來時次他們也改變 也洗不到 他那個大陸那個洗腦 因為那種台灣人 根本沒有辦法接觸到 那些大陸來的團客 所以他們來了一百萬人 什麼的 他們有沒有對台灣的想法 有沒有什麼改觀 或什麼 他們有辦法藉由這樣來台灣 認識台灣 我告訴你沒有 他在大陸上怎麼認識張學良 他回去後還是怎麼認識張學良 他在大陸怎麼看 怎麼看蔣介石回去 還是怎麼看蔣介石 沒有用 但是如果你真正在台灣 確實真正生活 你就知道在台灣 對於蔣介石 那種愛恨恨恨 各種變化 台灣人裡面 那個年紀大的 年紀輕的 有錢的 沒錢的 軍公教跟工農階級 他們對於這個 同樣一個年導者 他們是弄不同的看法 弄不同的看法 可是你如果借由那樣一個旅行社 那樣一個團體 然後到這麼一圈 然後再這樣回去 那真的是很可惜 他們其實也花很多錢來台灣 然後想說來看台灣真實 那樣子 好像看起來看到 每個地方他都有拍照 其實回去 他其實根本都沒有 因為那個全部那套東西 完全也都是 完全也都大陸的那些 某些 那我不能說是大陸人 我覺得這樣講得公平 那是一個大陸的正媒團體 那就是那個團體 就是那個團體 他們在操控這整個 操控這整件事情 所以你整個來 整個弄 你怎麼弄跟台灣人 跟那個台灣基層的社會 它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在 我們在 我們看新聞媒體的時候 我很請大家入獎後 我們到生活在台灣 這個真的是寶島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是一個 很矛盾的存在 對不對 外省有它的優勢 也有它的歷史 外省有它的優勢 也有它的歷史 有錢有它的優勢 也有它的歷史 可是我們又沒有撕裂了本錢 因為我們也沒有辦法 像蘇格蘭什麼東西 來獨立好了 獨立完了也沒人管 外面有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壓力在壓住 摩托城市對我們 也是一種保護骰 因為他逼得我們不能奔裂 逼得我們必須得冷靜的回頭 去看這個 回頭冷靜的去看這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大家 那最後我講到那個什麼 我基本上我寫作是不太理群眾的 如果理群眾就不自己 私脈那麼爛 我是 我要被我老闆快便念死 各位也都知道 我再報告一下 我們公司馬上就要從建國北路 搬到三層去 我馬上以後就要 接待我就要去倉庫 就是我們公司要 官方說碼叫做何屬辦公 其實就是我要去握心長膽 我要去那個倉庫握心長膽 你自己生產出來的書 你都賣不掉 你自己去守住那些 你自己去守到那裡去看 我不是一個很重視群眾的 我不太 我不會去太理會那個讀者 因為那個讀者跟我也沒什麼 因為我不像經營那個 我不像科西什麼 我不需要 我大概不需要經營什麼 本事館什麼 本事館對我沒有什麼經濟上的 沒有什麼經濟上的好處 所以基本上也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各位經濟問題 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像我剛剛講的 為什麼那個假油都是 所有餐的假油都是那種高級的油 因為豬油很貴就有人去做假豬油 橄欖油很貴就有人去做橄欖油 對不對 都是用橄欖油去混別的油 對不對 沒有人去做那個什麼 在大陸花最便宜是棉子油 那就不會 在大陸就不會有人去做棉子油 最便宜的東西 有時候趕快到過來吃 回後一想 反而是最安全的 其實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去觀察社會的每一個現象 你會覺得很有趣 那最後我講到 就是講說 我們這個小說裡面有一個叫本格派 有一個叫社會派 那我希望就是講說 大家要有本格派的技巧 就是我們要去擴解這些媒體裡面 那個歷史真相這些東西 但我們也要有一點社會派的基礎 基本上還是要關心這個 關心這個 我們要關心 我們當然也要關心這個社會 但是我們有的時候就講說 那可能最後我們不用 我想我是一個基督徒 我在看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們不要過度的認同這個土地 好不好 不代表我們愛這個土地 好不好 大家對台灣時的了解 可能大部分人可能沒有我了解 可是問題是 可是我們要知道就講說 我們愛這個 我們愛這個地方或愛什麼 它當中有一個就是講說 不要 不要盲目的 任何一種 矮到的盲目的 到的盲目的階段 那是一個很可怕的 那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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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我們講的愛火 這也是一樣 那今天我們講的愛香 也是一樣 不管怎麼樣 我跟各位講 就講說 你在那個過程當中 你自己一定要有一個 你自己要保持一個冷靜的 請各位一定要保持一個冷靜的 概念 我們要有一個很和派的激情 但我們也要有社會派的那種觀法 謝謝 所以我們想跟他一個問題 那因為 關老師是基督徒嘛 那我說那個愛 包括愛上帝 這個問題 那這個 會不會是有盲目的愛 會不會有這種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來 因為今天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 很歡迎大家等一下繼續去抱 也是剛剛那位朋友 還有什麼問題 可以直接再找關老師一下 那非常謝謝大家 然後下個禮拜五見 謝謝